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功练三辰本师圣号及开金记 拿摩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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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的授持 愿解如来真实意 我今见闻的授持 愿解如来 请最大的分开 勇家正道歌 内文第六十二页 在前面我们把 勇家禅宗集 也就是勇家禅宗集 那我们这个正本 原版叫做禅宗勇家集 在勇家集 禅宗勇家集 是讲修音的 我们修新地法门的音 它里面分成四个要点 最后回向 我们把这修音的这部分介绍完了 那当然修音呢 最重要是正果 那正果就是明心见心 勿如来禅 找到我们生命的本源 原来 我们自心是圆满 具足一切万法呀 我们原来我们的心性呢 是真理的化身啊 你顺着它 它不会造业的 它是大道啊 所以这叫率性 是未到啊 那如果是 你不顺了它 你因为你起心攀岩 而有意的造作 那不管你是造善业造恶业 都出不了三界啊 造善业 三善道受生 造恶业三恶道受报 唯有你顺着我们的 真如本性 顺着我们清净无然 无所依止的本性 随顺它 遇到的因缘 自身自弦的 见地 以及它的作用 我常常讲 一接触就明白 明白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那就是真理 就是无上菩提啊 它不造业啊 那我们的修因 那我们的修因目的也就是 叫我们正的我们的 真如自信 就是恢复我们清净无然的本性 为什么讲恢复我们清净无然的本性 因为本性本来就没有污染啊 就好像磨泥宝珠 它绝对不会去 里面塑的什么东西污染 不会啊 只是磨泥宝珠掉到了污泥里面啊 它被污泥所藏住了 不能放光 你把它剪出的擦干净 它一样又是亮晶晶啊 我们的心性也是一样 它本不污染啊 但是因为我们一念不觉 心动往外去攀圆啊 圆了三系六出啊 我们讲污染 知诸不污染 是诸佛之所复念 那污染也是在外面而已啊 不是真正滲透到我们的心性里面啊 没有啊 就像今天呢 今天有太阳 前几天 没有太阳 没有阳光 那并不是没有太阳啊 是因为太阳被污染挡住啊 污染一散 阳光又出来了 所以我们修行啊 只是去忘而已啊 忘就是我们 指着身心世界是 是真实的 指望为真 所以有了我法二子 念念起心攀年 一起心攀年 就把真如 转成了心意识的分别了 那就造了业了 所以我们现在要了解空性啊 你看我们前面讲师母他 修空观修假观修中观 就造你了解 如就是事 事就是如啊 现象界的本体界啊 本体界就是你这一念的心性而已啊 是这一念的觉性啊 那因为我们现在觉性 为什么不是本来面目呢 因为他在动啊 他一直在念念生命 念念往外圆啊 所以他念念生命相续啊 变成了八四五十一心所啊 八四五十一心所没有体啊 他的体性就是真如啊 那真如只是他动起来 他改个名称叫八四五十一心所 那真如为什么会动啊 被风吹啊 被无名风吹啊 就好像湖面上的水 本来是不会起浪的 那为什么会起浪呢 因为被风吹了嘛 风吹起了浪嘛 所以你到海边看那个浪花很漂亮啊 你以为那么漂亮呢 如果摆在客厅里很庄严啊 你带一脸盆回去他就变成水了 动都不动嘛 因为他本来就不会动 所以我们自信是本至即躁 是急而常躁 躁而常急啊 只是你不守他 往外攀圆 吹起了无名风 吹起了无名风啊 那就落到心意识了 我们改一个名称叫八四五十一心所 而心意识是没有体 它体性的一真如而有的 所以我们了解 如就是识 识就是如 现象界的本体界 那根本必尽不可得啊 这都是像我们一心的梦境啊 你就藉着这样的修行修观照 先绝面相 绝意相 最后绝柱相 绝柱相就见现了 分正真如 到了绝身相 就成为妙觉菩萨圆满了佛果啊 所以我们就回复本来的面目而已啊 修行就是回复我们本来的面目啊 所以不是我们修什么因来制造我们的佛性 不是啊 佛性本来具足啊 只是我们修因 把覆盖在外面的那些障碍去掉而已 所以只有去忘 而不比正真 真本有 忘本无啊 所以三藏说不经典就是叫你去忘 依旧教理的修行 有的了解空性 有的了解为世的假 有的用转换目标 这个我不要 我要到净土世界 放下这里 厌弃所谱 心求极乐 懂了教理以后啊 把我们这些染息去掉 等到你染息去掉了 真本有啊 不必另外去找啊 那本来就是真啊 只是你有这些习气啊 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啊 我们的心性不可思议啊 所以在中文里面讲 不误本心学法无意 不是学法无意 你不能成就无上菩提 你要误你的本心 你的本心像六祖慧能大师所说的 这本不生媚啊 它本来不生媚的啊 就像水本来不会生媚啊 被风吹了才有生媚啊 才有浪啊 这本质亲近啊 它本来是亲近 但这本质亲近是染境两边都没有的亲近啊 不是染境相对的亲近啊 染境相对的亲近那是近几天啊 那本来亲近是染境皆里的亲近啊 那本不生媚 本不动摇啊 那绝不动摇啊 虚空像虚空一样 虚空圆不动 白影自趣来啊 所以心如虚空 不具万象而发挥啊 那本不动摇啊 而本自具足啊 它具恒沙妙德啊 本自具足啊 又能生万法 又能生万法 无量的智慧得能 所以你正的真如 你用的就是礼记三千啊 这礼就是我们今天年的真如自信 它圆满具足 使法界三千诸法 心想事成 事事无碍啊 但是你如果你起心攀年造作出业啊 那就变成了事造三千啊 随着你所造的因缘 而随夜受罢 而变现这死法界 所以本是一精明啊 本来就是个亲近真如啊 是空信的 但是依的根本无名 见世无名 有的着空 有的着亲近 有的着喜乐 有的着五一六成 再加上造作 事造出死法界三千诸法 它就是一心真如的梦 这死法界三千诸法的当体就是真如啊 就是这一念的决信啊 所以如果你破了无名 你还没有完全把这个身相无名断尽的时候 叫做分正常疾光图 分正不是圆满 因为你身相无名还没断尽呢 常 它没有变化了 像镜子的镜 浮来浮现 汉来汉现 但是镜子永远不会变化 常 所以这个常是法生德 急 只有一个 司法界是一法之所印 只有一件事 法界一向 如来藏妙真如新 所以它没有第二件跟它为理啊 只有一个 天上天下唯有独尊 所以急尽永安的 急 所以 所以急是用而不然 所以急是谢托德 光 司法界就是一念心性中的幻影啊 所以司法界就是剝弱智慧也是境界剝弱啊 它全体都是心性中的幻影而已啊 所以光是剝弱德 原造四方法界是大原境制啊 所以你看 这长急光图 就是告诉你生土不二啊 这司法界三千处就是自己一念心体啊 所以心就是司法界 司法界就是心 生土不二 原教初处分正 因为它还有身相无名 还有连理 乃至于到了等觉菩萨 还有一丝丝的身相无名 最后一品 所以还有一丝丝的连理 只要你有连理 就像水 只要你有连理 你就会看到水中的导影有点浮动的样子 如果连一丝连理都没有了 那浮面上的导影就都浮水了 所以呢 浮面上的水影就不二了 所以到了你身相无名 全断竟的司法界就是一念心体 连一丝连理都没有了 那就生土不二 可以讲心土不二 所以你要了解 悟了本心你才知道 本字清静 本不动摇 本不生命 本字具足又能生万法 达摩祖师把本心用几个字来说明 提本空极而尽至妙圆 不思议的功德妙用 那如来产才用 忽然顿悟自信本字清静 缘无烦恼 聚恒沙妙得 以诸佛如来平等无二 这就误了本心了 误了本心那你习气啊 你还有这些习气在 虽然知道 本心以佛诸佛如来平等无二 所以呢你就除妄了 除妄我必求真啊 你把这些习气断除掉就好了 所以以前夹三禅师啊 他误了本心以后啊 除妄 最后他把这些妄够除 妄够除干净了以后 他就讲到了 老生用了四十年才把这个秤字给断掉 四十年啊 他的毛病在秤 你看我们这贪秤吃啊 慢疑啊 每个人习气不一样啊 有些人是贪重 有些人秤重 有些人他很贪 但脾气很好 对不对 你要送他东西 他就不会发脾气 对不对 虽然你对他凶一点 他也笑兮兮的 因为你经常送他东西 那个贪很重 那有的秤很重 有的慢心很重 傲慢 你要根据你最重的 把这个习气除掉 重的先除 最后把习气除干净 恢复他 清净无染 无所欲的本性 那就成佛道了 所以如果 你是不悟本性 你是 一直向外去求法 我要求神通 求解脱 求开悟 要求有羞有正 那他变成外道了 外道就是心外建法 佛法叫圆满菩提 歸无所得 只是足够啊 你不需要去修法 不需要去修智慧 本觉本有啊 无明本无啊 所以悟本性 就是先认识 你自心是佛啊 所以六祖慧能大师 他的大凡事说法 这大家先把心静下来 良久 就告诉大家 菩提自信是本自清净 菩提自信的本心啊 那我们现在 他在动啊 不是没有本性 是他动起来 变成生灭相续的妄心啊 所以他让大家 總静心念 摩佛博的佛罗蜜 良久心静下来 一心静下来 这个生灭妄心 改个名称啊 叫菩提自信 就像平静的水 他能够显空的那导引 一动起来就造性就失掉了 不能造了 所以六祖慧能大师 等到他心静下来就告诉大家 菩提自信本自清净啊 但以此心之了臣佛 你奉下万元 当地臣佛 立地臣佛 不要再往外圆啦 那也许 就像谁 你用石头把它丢在那个 浮面上 你不要再去扰动他啦 那个浮面 就开始个连礼 慢慢往外扣 慢慢往外扩散 到最后最后 也许 两三分钟以后 又是平静下来啦 在连礼的时候 你不要再去 第二颗又丢下去 第三颗又丢下去 那这连礼就越来越大了 你一颗丢下去 就不要理他了 他慢慢就平静下来 所以你理解了以后 不再往外圆了 能够放下万元 知道他空性的 万法皆空 不再往外圆了 这个行人慢慢静下来 慢慢静下来 慢慢静下来 静到一个 一个程度 你就会忽然顿悟 自信本质清净 缘无烦恼 静恒沙妙得 以诸佛如来 冰等无二 那是真悟 所以悟是悟什么 悟自信是佛 就这样而已 但是你现在理论 知道你不能悟 悟的人都是直下承担的 直下会去 哎呀原来就这个心 就是佛心 但你此心只要佛 是心是佛 是心做佛 就发明心地 真的发明心地 是心是佛 是心做佛 我现在 我们现在 如果不是悟的 那就嘴巴讲一讲 言语上了解一下 但是你根本不能承担 所以能够承担的人 就是悟本心 悟本心以后除喜气 所以离可顿悟 乘悟病消 世息见除阴次第境 把喜气除掉就好了 不是另外再去求什么 去学什么不需要 把这喜气除掉了 所以学佛 等到你真正正的自信 开显信德 三明六通 十厘十八不共法 四字菩提四位 圆满的具足 不是去学的 所以勇家禅宗集 前面是修音 修到现在正国了 他把他正国的心得报告 来跟大家说明 我们现在就来说明的 勇家正道歌 你看正道歌 那因为 如果有这个国学修养很好的人 对不对 国学不是佛学 他懂得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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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吟诗唱句 他就会这样 勤不勤 勤不勤 勤勤不勤 就会唱起歌来 我不会 我只好照念 对不对 我只好照念 因为我不会唱 那个是要有功夫的 所以叫正道歌 好 我们再请看内文 均不见 绝学无为 闲道人 不出 妄想 不求真 無名实信 即活信 幻化空生 即法生 法生绝了 无一物 本缘自信天真活 五云浮云空去来 山独水泡虚出没 正石像无人华 刹那媚怯阿比叶 若将妄于狂众生 至遭拔舍沉沙杰 军不见 军是对大家尊称 军啊 我们以前知道市政府给我们公文 别人一起去问公委 去问市政府公家机关 他以前会称你先生 现在都称你军 对不对 他现在某某军 军跟先生是一样的 也是一个尊称的语言 军对大家的尊称 你明白吗 不见 不是你不见的意思 你明白吗 你了解吗 你误了没有啊 军不见是这个意思 对你的尊称 你前面的勇家禅宗学习这段期间以后 你明白了吗 你误了没有啊 哎呀这个绝学无为玄道人啊 目的就是要达到这一点 开显自信的信德啊 能够修学随顺法性 根层接触自身自显的作用啊 那就是四字菩提啊 一接触就明白 明白就知道该怎么做 那个一接触就明白 那叫做大圆禁制 平等信制 妙观察制 明白的就知道该怎么做 那个成所作制 因为你开悟了以后 对自己来讲已经没事了 那剩下的事情就做梦中佛事 帮助众生啊 让众生离苦得乐啊 因为众生啊 他也是佛性啊 一切众生都是佛性啊 但是他不了解啊 所以他那天往外缘啊 他什么时候跟你样放下万缘啊 他一样成佛啊 一样立地成佛啊 体性都一样啊 本都是一精明啊 但是染息不一样啊 就像镜子 他都能够都有光明啊 都能够照耀啊 都能够显像啊 但是有的只是污染了水蒸气 有的只是污染了灰尘 有的是污染了油啊 那油垢啊 那个油垢就很不好擦了 如果只是水蒸气或者是灰尘 那轻轻一灰就擦干净了 如果是油垢 那就要用很大的力量把它擦干净了 那浸体 只要擦干净才能放光明 我们人就是这样啊 那个山洛道众生就 哇染上的油垢很 很深很厚的油垢啊 我们人天就油垢啊 多一点啊 油垢少一点啊 少一点 比那个山洛道少一点 生活圆解剩一点点 一点点的那个灰尘啊 也剩一点点 菩萨在远离法 更少了 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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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无明啊 有过灰尘的除干净 但是还有点雾气 剩一点点而已啊 身相无明就雾气 只是把这些外面东西擦干净而已啊 擦干净了自信的大放光明啊 所以 学佛是不往外找的 是往内找的 所以佛法为什么叫内学 那怎么内找呢 就是除够啊 够除掉了内就显出来了 不是真正去找啊 这一点我们一定要了解啊 所以 勇家大师 就问大家 你误了没有啊 你明白了没有啊 学佛是内学啊 开显你的自信功德啊 你自信开显出来以后啊 你就不假修学了 不需要学了 因为它就是真理啊 你所学的这些三藏十二部经典 只是除够而已啊 够除掉了以后 真理就显出来了 镜子的光明就显出来了 四字菩提就开显出来了 所以你就不需要学了 学学无为闲道人 你就疑心无事 疑事无心啊 因为你知道儒就是事 事就是儒啊 你的随缘任运任运自在啊 我们在人间一定有你的亲朋好友啊 总是有互动的关系啊 有互为往来啊 你来往你就随顺这个姻缘啊 随顺这样的姻缘 随缘任运任运自在啊 但其中 有一个目标 那个目标啊 并不是有作意说我要怎么做 没有 那是我们的愿 我要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 所以这个愿的心洗已经成自然了 习惯成自然了 所以不必要再说我要去度众生 我要去帮助众生 不需要了 所以愿已经成自然后 化为本分事啦 所以金刚经讲 诸菩萨摩萨 因灭度无数量众生 而十五众生得灭度者 因为心、火、众生三无差别 而且他也没有这个心 他只是已经养成习惯了 不是说天天起心动念 我要去度众生 没有 他打 一心 一心叫做什么 化为本分事 变成信德啦 所以他疑心无事是疑事无心 随缘任运任运自在 因为他心无所得啊 他不会患得患失啊 那一般凡夫碰到的人 就想 啊这是我的亲戚啊 啊这亲疏眼镜马上起分别 菩萨不会起这个分别 或者说哦这个人 啊这个是现在不错啊 他当了什么代表啊 这个将来有事情好拜他 拜托他啊 我们多多跟他交往交往 哎这个怎么样啊 哎这个是这个 这个是这个 跟水的关系不错啊 他的姑姑是 现在是当什么什么长的 对不对 人 碰到人 都会想到这些 利害得失啊 恩怨勤仇啊 人我是非 那就 对不对 那就 于心有事 是于事有心的 这不自在啊 所以我们每天忙的不得了啊 因为没有事你也在东想西想啊 无事找事啊 所以我常讲 你不要看有的人 做到你好像没事 你要去找他说 哎拜托你来帮个忙啊 我现在有个事情 请你帮个忙 哎对不起啊 你没有看我现在忙的不得了 我们一看你做到那你哪有忙 哎他很忙真的没错 他一直想 嗯这件事情该怎么办怎么办 他心里都是事 啊那很苦啊 你看那个 疑心无事 疑事无心 他做事就在运动 忍不脑坐在那里啊 那疑事无心 他做事的时候就在运动 所以他随时可以放下 随时放下 随时你有什么事情 要找他他来帮你 帮完了以后他又回去做 那疑心无事嘛 疑事无心啊 那就随顺随缘任运 任运 就自在无碍啊 所以啊 绝学无为闲道人啊 他们不是 哦我要达到什么目的 我要怎么样 他无为而无所不为 完全随顺法仙 随顺因缘 是坐而无坐 无坐而坐啊 所以我讲 小胜的三法印 是空 是空 无相 无怨 也叫无坐 他空 是什么 无印本空六成 非有一年有的自信空啊 所以他看到世间 是空急啊 所以他 无所愿求啊 他误这个 这个 因缘有自信空啊 毕竟无有一法可得啊 他这样 误入了涅槃激进 那无相呢 因为缘起的假相啊 不是真有好坏没仇啊 是非贵贱啊 没有这些啊 不是有男相 女相 贵相 没有这些差别相啊 但是缘起的假相而已啊 因缘有自信空啊 毕竟无有一法可得啊 所以啊 他从江南门 心不往外远 误入了涅槃啊 那既然知道这世间是因缘有的自信空 毕竟无有一法可得 他根本不希望有来生的后友啊 所以他无所造作 他不希望有所 希望还有来生的后友 他希望误入了 这个涅槃激进啊 所以他无所愿乐 无所求 无作 啊 无愿 这样误入了毗 涅槃激进 偏真涅槃 这小生的三瀉托门 空无相 无愿 那大生的三瀉托门 误解不一样 那空是什么 是空而不空 自信是空灵不灭啊 虚灵不灭啊 但是他寥寥常知啊 寥寥不是不清楚啊 是非常清楚啊 一接触就明白啊 明白就知道该怎么做啊 是空而不空 是虚灵不灭 空而灵 灵而空 那无相而相啊 不是只有 这因缘有了非男相女相 好相坏相 没有这些不是这个 他是无相而相啊 因为真如本性体空即啊 非青黄赤白大小方圆啊 女心了不可得啊 无相啊 但是他能够陷万进啊 一接触就要明白啊 是无相而相啊 他能够显四字菩提啊 他能够显大机大用啊 所以他能够显现一切万法 能够变现死法界啊 所以是无相而相啊 那无愿也就是无作 虽然说无作啊 他是无作而作 作而无作啊 那为什么叫无作而作 作而无作呢 因为他是随顺法性 法如是啊 就好像一个球啊 你把它吊到地上他会自己跳啊 那吊到地上他会一直跳 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啊 他无作而作 你看我们以前在做物理实验 用个很细的那个 那一条带有很润的很像那个 那个尼龙丝很细的线 绑了很多球 铁球 然后这边丢一个砰那边就弹一个 对不对 这边他自己又跑回来 然后弹出去了以后 这边他自己又摆回来 这边又弹出去了一个 有没有做这种实验 他那这样的弹来弹去 弹来弹去 那个就是无作而作 对不对 他自生自弦的啊 他只是第一个人 把第一个球拉起来 他就开始不断的弹来弹去 无作而作啊 我们自信就这样啊 他就有这个功德啊 就有这个功能啊 他没有故意要怎么做 我们就是先有作意 所以才决定要怎么做 我们都是经过 审律师 决定师 动发圣师 他不需要 他就无作而作 一看了就知道 知道就怎么做 随顺法性 无作而作 作而无作 是自生自弦的 所以他不会累啊 所以菩萨在游戏法界他不会累啊 我们会觉得哎呀这好 这事情这么多 做得很累 菩萨不会累 他是无作而作 作而无作啊 那就是我们真如自信的作用啊 所以就既体大既相大既用大 这《大玻璃盘经》讲的 既法生既剖落既卸托 这是三而一 一而三 所以永远在这个既体大既相大既用大里面 永远都是常乐而尽的 这一种平怀闽难至尽 就是心安理得 心平气和的 永远都是这样的 卸托自在的境界啊 这是我们大生的三卸托们啊 空 无相 无作 空是空而不空 不空而空 无相是无相而相 相而无相 无作是作而无作 无作而作 不像小圣的空 无相无厌 最后真的都在一边了 入天真涅槃了 所以啊 绝学无为闲道人 不是他真的整天坐在那里闲得没事啊 是是而无事 无事而是 是作而无作 无作而作啊 他心里没有变化啊 不会受影响 环境的影响 有取舍分别就有变化啊 所以他是用的是剝弱智慧 剝弱智慧是剝弱无知 无所不知啊 他不会立相待人所 但是每一件事情一接触就明白啊 明白就是该怎么做啊 那剝弱叫做智慧啊 那剝弱我们叫做妙智慧 对 那他妙处的内容是什么 就是诗之菩提嘛 大言禁字 平等信字 妙观察字 臣所作字嘛 那这诗之菩提又 法相名词又这么深 对不对 那这把它融一下 我常常讲很简单 一接触就明白 明白就是他该怎么做 这就是诗之菩提嘛 这里面不立能所啊 不会透过心意去思量 不会去讲 这个事情该怎么样 他不需要 他像镜子 胡来胡现 汗来汗现 现完了以后 什么事情又没有 他挂不住啊 念念挂不住啊 念念长通流啊 我们是做了以后 就在想东想西 哎呀这都有什么好处 会不会有什么互作用啊 想东想西 破落之后不会有这些 因为他知道一切法公啊 该来的总是会来 不该来的不会来 不要现在犯德犯事啊 一大堆的挂矮 那给自己找麻烦何苦呢 所以啊绝学无为显道人 那是明心渐进境界啊 不需要再学啦 因为自信本来圆满具足 圆满具足一切智慧 而且他是真理的化身 你所学的三藏十二部经典 目标的足够开显自信的功德而已 那自信的功德一开显出来以后 他是自身自显的 不落心意去思量了 他是自然而然的啊 像镜子 他是自然而然的 所以自信的这个能量啊 是取之不尽 用之不绝的 所以你只要开显自信以后啊 是绝对不会再退失掉了 但是在开显自信的过程 有三个位阶 一个叫位不退 一个叫行不退 一个是念不退 念不退的时候就算 是最不容易啊 是念念流若说婆若海啊 那就是法身大事 成为一切诸佛了 在位不退 那就是别教出诸位 原教出信位 那大圣的位不退 绝对不会比这个位阶太低了 但是在这个位不退的 这个阶位一定是破见后 断见后 他能够绝异象 他能够绝异象 心稍稍有始 有始终好像浮动了 就感觉到了 所以他不会让心有所变化 那前面那个是观心记 他心有变化 但是能够绝灭象 赶快把他灭掉 不要让他继续起风 起风掏啊 那我们凡夫根本不能截灭象 脾气一发就越发越大 最后就吵架 甚至于打架 对不对 凡夫就是这样 所以当你了解空性 知道如就是事 事就是如 啊 你就要开始要关照 姐妹像 跟层接触的心里 起的贪嗔痴慢 等等这些 这些烦恼喜气的时候 马上灭掉 灭掉但是心里还有那些 荡漾还是在的 那种不舒服的 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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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余波还在的 但是你灭掉了 那慢慢越灭越细 心里开始有点的疑破 马上就可以把它灭掉了 欸 接下来 再一入就入 相似继佛了 结异象 根本不会让他有稍稍便宜 那稍便宜就察觉到了 真的是为不退的未接啊 相似继佛啊 那从这里取修到的七信 或者别叫七柱啊 那断剑之后 剑之后断了 如果依小圣来讲 那就出山皆了生死 那菩萨大侯 因为他发愿 他本来发愿 就是行菩萨大侯 不会休息的啊 所以只讲断后 到这里断剑之后 继续用功 到了八信 行不退了 他绝对要成佛的 绝对是行不退的 那大圣死教 有时候 到了见世后啊 碰到烦恼的习气的时候 有时候还会 我还是入 变真涅槃啊 所以通教啊 通教的通前障教通后别人 觉得 哎呀这个杜仲生很辛苦啊 还是到涅槃休息一阵子再来吧 这就是十方菩萨的欠勤 哎呀你不能休息啊 难得啊 你现在有这个境界啊 饒益有情啊 你看你的亲朋好友还在那里受苦啊 来鼓励他 不要让他入偏着涅槃 所以通教为什么叫通前障教通后别人 欠勤啊 通后别人 所以这个到了八信以后 别教八住 原教八信以后 他就不会休息了 一直去向武上菩提 大家行不退了 但是我们修正 如果你能够修正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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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不退 喂不退 你的修行就很轻松了 因为你看 你的关照力量能够到绝异象 心里永远能够保持得住了 不会起烦恼 所以能够圆服住 什么叫圆服 就不服而服 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一点 你想到净土世界一念就够了 命中想到我到净土世界一念就到 因为佛太喜 佛是五言大直同体大悲 希望大家赶快成佛 哪里有什么条件 因为我们差太远 你的心念老是跟这个恶法 三恶道的法相应 那都没办法呀 佛法是讲缘起啊 缘起的真理 是讲相应的 这就说你真的 都圆服住了 真的心静静 心静者佛土静 那绝对生净土毫无问题 只要你要去 有你自己选择 甚至你可以到天上 到人间 衣服在哪一道 又在人间或是哪里 或是你就以精神 以精神 以益生生 益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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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哪个圣山 那你继续修行 都可以 那是自在啊 雖然没有出山界 但是呢 你可以继续修行 卫不退是很重要的一个位阶啊 你要知道在小生的卫不退啊 是七分生死生阿罗汉啊 你知道 大生的卫不退是绝对成佛的 成佛保证斑郎 然后到八星 他行不退 然后一直到破无名的绝住相 能够因无所住而生息心 他绝对不会住了 念念不然 绝对不会住 善那就念不退了 那善不退 那善不退 念不退一定是行不退 会不退 这善不退 所以那是别教出地 原教出出 法生大事 一定可以成就妙觉菩萨 然后他入法界 行秤性六度十度啊 然后智慧分分身 利饶益众生 智慧分分身 无名分分破 一直到妙觉菩萨 妙觉菩萨 那就是圆满了佛果了 那成佛只是四限 他在行菩萨道的过程中 广结跟众生广结善缘 什么时候这些众生得度的因缘成熟的时候 因为他跟他有缘 他就到那个世界 四限成佛 八向成道成佛 所以四限八向成道成佛 不一定要妙觉菩萨来四限 原教出出也一样可以 因为他成为一切诸佛 所以原教出出 菩萨如果他原觉得广 他一样可以分身百戒 四限成佛 原初出就可以了 他成为法身大事啊 所以啊 这个绝学无为贤道人 他不是真的没事情 这贤道人啊 他是事而无事 无事而事 他心永远清净无然 什么都挂不住啊 他破了我佛二子啊 无功用行啊 那才叫做绝学无为贤道人 那如果修空甲中三观的菩萨 他是有功用行 他原理法 有的原理空观 有的假观 有的原理中 他还原理法 还不是真正做到了 绝学无为贤道人 那当然他们也可以称作为无为法 因为他不会取心叛脸 只是原理法 他还有绝观 原理法 也可以称作为无为 所以金刚经讲 一切贤圣皆与无为法 还有差别 一个三贤十胜 所以这三贤位的菩萨 他有修空甲中三观 他还是以无为法 他只是在原理法 修空观修甲观修中观 所以我们讲相识祭的菩萨 相识祭佛的菩萨 他也可以称为无为法 他不会叛圆的 相识祭 他也是行无为法的 但是不圆满 这行无为法 他正的是这个 这个 这个世间剥落 比如说你原教初信到七信中间的世间剥落 他还没有断见师父 是世间的 没有离开这世间 没有离开这三界 那他一样行无为法 他不会起心攀缘的 金刚经讲的 一切贤胜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 别教是三贤 十字是行十回向 智位是修空观 行位是修假观 回向位是修中观 贤胜就实地菩萨 这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 所以我们再讲 如果是讲到加到这个绝学两个字 那就是明经见信开悟了 开悟 真的是开悟见信才绝学 你原理法还是有所学啊 原理法 依法来起观 观照理想还是有所学啊 那绝学是文情是无功用行随顺法性的 无功用行 完全是自生自贤 一接触就明白明白就怎么做 绝对不会再起一个绝招不需要 无功用行 圣地也不为啊 完全是随顺自信 自生自贤 这真的是菩萨摩菩萨的境界啊 所以绝学无为闲道人啊 不处妄想不求真 你看他不处妄想不求真 为什么不处妄想呢 因为本来没有妄想啊 妄想本来没有啊 那真如自信里面只有智慧啊 他没有妄想啊 他是自生自贤啊 他一见到了事情就明白啦 啊这个事情该怎么做他明白啦 那心理就自然明白自然通膽 他不要去思维这个该怎么办 这个要怎么还不需要 他自然了解他原造的 他用镜子用造性的 我们是用思维的啊 我们是落于心意式的思维啊 他是用剝落制造 所以剝落叫智慧的造像镜子啊 镜子是一下就把它造出来 所以他看了就一下造出来 造出来就有这个见地啊 就有这个知见啊 但这个知见是智慧啊 不是妄想啊 所以在谭经里面 有一个沃伦禅师 他修行他是真的有座义的修行啊 他修到最后不错了 他没有妄想啊 所以他就做了一首记者 说我有功夫啊 我沃伦有伎良 我能断百思想 我见物心不齐 我菩提日日长 对不对 你把智慧的自信的 急躁的信一接触就明白 明白就知道该怎么做 如果这种佛姿佛剑把它断灭掉了 你还说菩提日日长 你根本 菩提被你消灭掉了 对不对 怎么日日长呢 所以六祖大叔看了这首记者 他说这个是自家残妇啊 你把自己残妇住了 你这个是等于一种断灭啦 把自信的作用断灭掉了 怎么叫菩提日日长 所以六祖大叔破了这首记者 为了破这首记者 所以他也写了一首记者 他说我慧能没伎良 我没有功夫啊 我不断百思想 对不对 因为妄想本来没有啊 我见物心肃起啊 我菩提怎么长 那个心肃起不是妄想 那是一接触就要明白 明白就知道该怎么做 那个心肃起是剥弱啊 那个心肃起是大元进智 平等性智 妙观察智 臣所作智 那是智慧啊 那个心肃起的剥弱是本有的 妄念是没有的 所以我为什么说 我们了解空性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不了解空性 那你要就要从维世的假去深入 因为空性必须要浮灰的资良 心到最后你突然就感受到 啊这是没有错啊 这就是前提的法界 他体性就是真乳啊 如来杖犯献出来的 完全感受得很清楚啊 不需要再想 但是你还没有去感受到 这样的情形的时候啊 你说为什么这平民怎么说 怎么会是真乳 这怎么会是 是我这一年的心性变出来 这怎么会是本体界 而且拿这些固体 气体 山后 大地 日月现成 怎么会是真乳啊 你怎么想都想不透 但是你误入的时候就不用想 他就是这个样子 要怎么想 就像这叫做茶杯 我要怎么分析这叫茶杯 就是茶杯啊 我们世间就叫他茶杯 就这么清楚 你怎么讲 所以 为什么真乳俗观不好修 因为你必须要那个 那样的因缘成熟的时候 混乱大悟 原来他就是一心的梦 这四法界就是这一心 敬至双鸣 人所双亡 不往外沿的这一念心 大家一切众生同共这一心 变出来这个幻境 他变出来的 当你修到敬至双鸣 因为我们的思法界 一切有情同共这一心 大家都同共这一心 所以当你修行 修到把所有的无名都断尽的时候 这一心 因为大家同共这一心嘛 所以这一心就变成长急光土 这思法界三千书法 一切有情无情 浩和那宇宙 无量无边的三千大千世界 都是你一心中的幻影 这思法界喔 包括佛法界 菩萨法界 圆解声闻 天 人 修楼 畜生 恶鬼 地狱 就是你接念心之的幻影而已 他体性就是一心 都一心为体 都以一心为体 一心就是真乳 全都以他为体 你看到了 你完全看到了 等觉菩萨 十地菩萨 都看到了 都是自己一心 那等觉菩萨 还有十地菩萨 是一心 还有一点连移 所以还是有点浮动像 但到了妙觉就完全平静了 心土不二 生土不二 等觉妙觉 还有点连移像 十地跟等觉是果地菩萨 那九地以后 那就有个量就没有办法扣起到浩瀚的宇宙 就从他背背增上这样往上推 所以你看看 如果是你只有破一分根本无名 那一心 只有破一分根本无名 同样正法身 你破一分根本无名 你一样正道的尽至双民 能所双亡 你一样正道的尽至双民 但是你还有四十一品生象无名没有破 那一心它的范围值是什么 不能扩及到浩瀚的宇宙 那已经也不 也已经蛮大的 一百个三千大千世界 就是你一念心体 你长生在这一百个三千大千世界 这一心就是你自己一念心体 这一百个三千大千世界 你接念心体 你这里面随 你随便可以视线的 你的范围就这么大 你能够绝照到这么大的范围 就是你自己一念的心体 如果破两品一千 破三品两千 破四品四千 破五品八千 破六品一万六 这样倍倍正上的三千大千世界 一直到十地 近虚空遍法界 都是你自己一念心体 那如果是菩萨呢 他还没有破根本无名 断了见识后 一个三千大千世界 就他一心 可以到达一个三千大千世界 一个三千大千世界 断见识后 菩萨摩佛萨 大菩萨断见识后 他可以三千大千世界 所以他可以看着这个 一个三千大千世界 就是他自己一念心体 因为他破行音见识音 还没有破识音 你看那个外道 他是不了解是自己的一心 他以为 他在那识音七语里面 看到一百个三千大千世界 有我这么伟大 你看那是我生的 所以呢 往往修的好了 就到四产天去当自在天生 但是那也是生死啊 有生死轮回 那我们现在凡夫啊 你了解就是你自己一心变出来了 但你凡然还没有断 见识后还没有破啊 似乎更没有破啊 对不对 但你知道 你所接触的都是你自己的一心 哪里有我我所没有啊 我我所都是我自己的一心 所以我六根对六层 所产生的境界 跟我自己六四产生的分别 全体都是我自己的一心 没有能说 你理解这个道理 你了解我所说的意思 记得理解你自己的一心 所以你看到的一切友情 还有这些马路啊道路啊这些 日月星辰山河大地 就是你自己的一心 哪里有震报神经遗报 世界没有 这个进去是你自己的一心变的 因为你见识后都没有破 当然你不能透极到 这样断了见识后的一把 一个三千大千世界 更没有办法比那个破了 根本无名的一百个三千大千世界 就是他自己的一心 所以我们现在 你误了这个道理 你的一心可以知道 你所接触的都是你一心变现出来的 而一心的心体变是空极啊 但是因为行列发现这些境界啊 但我们没有破无名啊 你破了无名 这个都毫无问题啊 他法处法会事件相常处 他永远住在空极的信中啊 没有障碍啊 没有障碍啊 因为你现在没有破 你只是知道这个道理而已啊 所以你不能穿墙啊 你碰到火还被烫得叽叽叫啊 对不对 你碰到水还被淹得一大糊涂啊 对不对 如果你真正正如一心 这个道理 所以你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 原来这些东西就是空姓 都是一心变出来的 就像做梦一样 所以死法界是一心做出人的梦 是空姓做出人的梦 这一心就是空姓 因为他尽至双鸣能锁 双亡不利能锁 是虚灵不灭的决性啊 所以空姓是虚灵不灭 但有灵决性啊 这个空姓你破了根本无名没有破均 他给你换出了死报图出来的 当你无名都没有破 破了见识无名了 见识烦恼 但是根本无名没有破 他给你换出了方便图出来的 当你根本无名见识无名都没有破 但你着了空了 以及舌念清静了 好了 他给你换出四空天出来了 当你有根本无名见识无名 你着了清静了 又着了喜乐了 他给你换出四禅天的警戒出来的 但你有根本无名有见识无名 又 他对不对 又着了五一六成 但是你持五戒修中品善 你如果修上品之善又能够 修上品之善又能够表里如一 正大光明 你也升到一戒诸天了 一戒诸天还要有一戒的定 高位的 所以一戒诸天也没有一戒的定 只能够到道立天了 你要再上去就要有一戒的定 但如果你有根本无名见识无名 又有五一六成的心 还好懂得修中品善持五戒 生到我们人间的法戒 如果你连中品善都没有 中品时善都没有 也许就生在了 三四千年前的那个 古时候文明很不开发的 落后的地方 或者是边疆地区去的 同样感到人间不一样 我们台湾现在台湾要有福报 台湾现在国际给我们评议 台湾是很适合居住的地方 对不对 我们往往就不满县市 所以还要移民 移民了半天 出去了以后 要再回来以后 又很没面子 所以像我这个 我们一直住在这里 嘿 我们住得很好 都很方便 台湾是这个很适合居住的地方 所以你要有中品善才可以 升到这个世界来 所以你就变出了 我们人间这个境界 这人间境界就是 这一心空性变出来 所以它永远守了空性 因为你没有破无名 你不了解 它永远都守了空性 你这些身心世界万老它 永远都守了空性 永远都守了无法二空 它只是一个虚灵不灭的一心 变出来这个 这个人间境界 你要真正彻底了解这个境界 你修蠢座就很容易 就很容易 就很容易心整个 进入了定位等词 集而造造而起 就很容易进去 否则的话 你只有用什么 你知道 用以身子 以妹子生 用压的 住心关境 所以啊 你不了解空 你不能起关 你明明是有啊 你永远身健我直啊 一大多烦恼啊 你空不了啊 空不了怎么办 不然压 属席啊 念佛啊 压啊 压 压到半天 压到了 可以这个 属席也很自然的 属席 念佛也很自然的念啊 那时候我会劝你什么 住心关境 住心关境 看那个 因为你 你那个属席 是谁在属啊 谁在属啊 是心啊 不是你啊 对不对 那谁在念啊 是心啊 对不对 所以你念佛念到心很順的说 放下来 那个无念的心就跑出来了 所以我说看那个 什么叫住心关境 就看那个无念的心 就叫住心关境 所以有一次 我看到 你看那个无念的心 他说在哪里啊 无念的心在哪里看啊 真的是 你看习惯的人很容易看 但是你看 从来没有看过人 他不知道去哪里找无念的心啊 催不过啊 欸 我想也对啊 所以一定有个方法 先熟悉 要么念佛 念到这个呼吸 能够很自然很顺 我们现在都讲实修哦 这不是跟你讲理论的哦 都跟你讲修行的哦 是不是 那个 到了你念佛 念得很顺 他自然顺的说 把佛法放下来 就看那个无念的心就出来了 无念的心就照着他 就照着他 这叫做住心关境 但住心关境一定要长时间 或者这个以身 自心关境的以身之灭 我生起了 除了他灭掉 那有的是 念来祭除 他的以媚子生 所以这个生命相对待的 他不是修空关啊 他不是了解空性整个放下来啊 他用对峙的 这有个缺点 就当你把他压住以身之灭 就一段时间以后 他就分成 开始有妄想 一照久了 很清楚 我一样会达到 好像心心积极 积极心心这样子 但过一阵子就分成 因为他是生命相对的 相对待的 清明就有分成在那等着你 分成过后以后啊 就开始有点妄想 然后再来开始就又清明这样子 所以像这个以生子妹 以媚子生的 一般来讲 中间都会打一小盾 所以以前我老师很跟人家讲 哎呀我这个静做多好啊 尽管做以后精神很好 因为睡了二十分钟 对不对 当然精神很好 睡着了 嗯 分成了嘛 对不对 有缺点就是这样 这个不拖多久一直在这样的 所以为什么要住心关心 要长时间 一直要长时间 让这个清明越来越长 如果你只是一个小时 那就一直老在这个程度里面 用功而已啊 那就 因为乌伦禅是长时间在那里住心关心 所以他就能断白思想 他就用这种方法 你知道 那我们佛法在悟本心 了解他的空性 我干嘛去压他呢 我根本不用去压他啊 所以我后来我 你看虽然我们了解讲这个了解空性 但是你要真正会用他还要经过一段期间 不是说你看个文章就行了 我常常说我看到大圣起信论 我看到里面他的修 修子官 他的子是什么 依奢摩他故子 依奢摩他故子 所以他不圆地水和风 不圆住心 不圆空气 不圆佛号 什么都不圆 为什么呢 他依奢摩他故修子 依奢摩他修子 就依空官而修子 因为他了解空了 所以他放下来就修子 用这样啊 那时候智慧啊 我讲大圣起信论 你明明知道 你就没做容易 那不是那么容易啊 因为你悟的程度不到那个 不 你只是表面上知道 你还没有真的很深切的体会到 所以手法讲一讲很容易啊 你要做起来都要一段长的时间啊 然后我经过这样历练 你看讲大圣起信论完了以后 再讲这个任言经 明言经讲他讲任且经 任且经讲维某局所说经 到了维某局所说经的时候 唉我对空心才更切入一点 因为他讲大圣菩萨的修心法 大圣菩萨就是要完全要依空心啊 那这样的话既然就 那这样的话既然就 这当体制空心的一心混化的东西 我干嘛还要去压堂 我都不理他了 这不理妄想嘛 对不对 我都不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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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妄想来了不理他 因为你是依 依我的决心而有的 因为你现在是习气啊 你根本就空的啊 你这妄想本来没有啊 那因为我有无名啊 那因为我有无名 我习气还有啊 所以你依我的本觉而有妄想 而本觉性才是我真有的 你妄想是本来你就不提 你没有提啊 所以我就聊 我就看着我那个明明白白的决心 就好 妄想我不理他 那时候你才有办法对峙这妄想 我不理他 因为你根本不存在啊 妄本空你不存在 我真正存在的就是绝 因为绝在动 所以他变成妄 这次妄是根据绝 又染上了习气 所以才跑出妄下来的 我现在知道绝是本有的 妄你根本没有 我就看着这个绝就好了 妄就不理他 刚开始还知道妄是什么 到最后你慢慢 我就绝才有 我干嘛理你 那最后就不知道 妄就不知道是什么了 就只知道心在动 但已经不知道想什么 但只知道心还在动 到最后越来越来 整个静下来 整个静下来 他心整个静下来 这才是 才是真的慢慢记录叫什么 妄本无啊 妄念本无啊 妄念本无啊 真本有妄念本无啊 你用压的 你怎么知道妄本无 你就要不理他 让他慢慢这样 静静静静 就好像我刚才所讲的 就是你一颗石头掉在那个 把它丢在那个池塘里面 那个石头沉到了水底了 那上面还有连椅 对不对 你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终于静下来了 那时候静 让他默照 我们默照常就看那个 默照心缘 他已经接近心缘了 但不是心缘 他已经接近了 因为他静下来了 那是最后的寄静念 我们前面讲的寄静念就是那个 那个寄静 寄静 寄静 没有任何的因缘 他就静下来了 你也不要压他 也不是以生子妹 也不是以妹子生 他自动静下来 没有妄想 这样还轻轻地默照着他 现在是 那个默照就不是以生子妹 以妹子生了 可是轻轻看着他就好啊 因为自信本觉 你总要让他 有个觉什么呢 因为本觉嘛 他本觉 就 就 就觉了这个东西 绝静 绝了 绝静 这样绝绝 绝到了 那个空明囊境现前 你的自信 空明囊境 那还不是真正见到的信 因为你还是有 有感觉到啊 你还是有觉 还是在相待能所知 只是跟你先讲到 原来我们的自信是个光明像 但是你还是相待啊 还不是真正的气露 气露了 就好像你觉得 呼吸很顺畅 你还不是真正的顺畅 到了真正的顺畅的时候 就没有感觉了 就没有感觉了 那所以 那那个你的 那个 信静明体 空明囊境 现了 现了以后你继续不理他 继续不理他 他慢慢慢慢慢慢 就转为什么 转为急而照 照而急 急跟照 急静但是照 那是一点都不分成的 一点都不分成 所以我以为 城镇一阵子 一点都不分成 然后静坐完了以后 哇 精神都来了 那种才是真正透过了静坐 没有分成 没有 没有 没有小顿一番 但是精神好得不得了 要经过好久才会睡得早 晚上要经过好久 你知道 那真的就是这样 我们自信 就是 變成精神很好 急而照 照而急 急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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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而照照而急 所以你看看 我们讲的七菩提分 当你会多于定 你如果没有去修行 你只是嘴巴在讲而已嘛 定会等次 当你会多于定的时候 心力比较浮躁 那就用除舍定 来安 让他平衡 当你定多于会的时候 心比较分成 对不对 你就用折法精进 喜 来给他平衡 让他保持定会等次 但是你透过了这个 急而照照而起 他真的入了定会 那心患急进 非常急进 知道 所以当他急进的时候 你有觉得忘念浮沉的时候 那就是什么 会多 那你要怎么责法 精进喜 不是 要怎么用除舍定 用空嘛 用空嘛 这个法界都空体了 当下即空 我理你干什么 用这样把它除 所以 你会多于定的时候 他就 心里比较浮躁 你用空 空 这个空呢 你浮躁些什么 这些不理他 你就用 用这个除舍定 这个除舍定 最好的除是什么除 马上提起空 真如本性 禁法界的空性的一个 当即 这些都是空性变出来的 都是空性的 你在动什么东西 有什么好动 不理他 内 云 外 器械 当体即空 唯事一空 不见一法生 不见一法灭 当体不生不灭 用这样关 他马上就禁下来了 你才可以用 除舍定 折法精进喜 如果你是定 都已会 那比较分层 但是我现在反而分层不会 多数会比较复杂 他这个复杂的时候 往前面就空 就是万法皆空 你才可以应用他 你在静坐的时候 对不对 欸 静坐的时候 就是 变成定会等次 那这个工夫一直用 慢慢慢慢 只要你没事 你坐在办公室 都是这种现象 你不需要再静坐 我坐在办公室 有人我就没办法了 要谈话什么就没有 我坐在办公室静静地 欸 他那种感觉又现前 所以变成 真的 为什么讲 人家在讲行住之后 都是 都是道啊 是这样啊 那我要睡觉的时候 我过下来说 对不对 我又一样关这个 关这个 有时候关他这样 突然也会变成 空明朗镜又醒过来 对不对 他突然又跑出那个镜 戒出来 又醒过来 不要紧了 反正 为什么人家要行住做都是惨 是真的有道理 但是你在座中先达到了 你在办公室的时候 常常也是那种 那种 那种 定会等词 那种工夫 一样会现前 心是进的 欸 这个修正都是工夫的 不是吹工的 不是你读基本书 是可以做得到的 你要真正下手去用工 你知道 我用这样定会等词 那因为你对空心 你知道啊 这都是工夫的 这个都是 你的正 现在我所看到的 我所接触的六根六成 产生六四 这个十八戒 当底都是我自己的一心 我好清楚 你这工夫的 我干嘛会被他 会受他骗 那这样定了 久了久了久了 我最近才有的 突然就感觉到 哎呀 本来没有仓啊 本来没有破洞 干嘛去抓他 干嘛去修什么东西啊 我才知道什么 什么叫顿路如来长 什么叫 什么叫 什么叫做 哈 花明心地 那才叫 忽然顿路 至心本至清静 圆如烦恼 聚恒沙妙德 以诸佛如来平等无望 跟你以前在读这句话 感受完全不一样 现在是相应的东西啊 开始不断的来不断的来啊 来了又会退去 来了又会退去 但是不断来的时候 你好欢喜啊 带来都是喜悦的啊 那个东西上来的时候 又带来喜悦啊 自心本至清静 圆如烦恼 那一念 那就是绝学无为嫌道人 我告诉你 我可以把这个道理告诉你 告诉他这么清楚 所以你没有修行啊 你怎么去录啊 不是你读几本书就可以啊 所以我越来越不想跟你讨论什么尖教 你讨论再多 你如果没去收了你就会贏 你只是懂一些学问啊 学问还不见得是正确的 你没有走出来你才有解脱啊 佛老师叫你解脱 不是叫你做学问啊 我讲的是实话 你知道吗 嘿 是吧 你能说的 哎呀真的是绝学无为 就那一念心就是 所以绝学无为 贤道人啊 就是恶如来惨 顿恶如来惨 不处妄想 不处真啊 真本有妄本无啊 哈 对不对 这就不是这样 不处妄想 不求真啊 妄想 妄本来没有啊 他只有智慧啊 只有一接触就要明白 明白就是他该怎么做啊 他只有四字菩提啊 他没有妄想啊 他不会在那里想利害得失 人我是非恩恋群仇啊 所以但除还心不作圣洁啊 你理解这个道理以后 绝妄想 结意想 但除凡金 不作圣洁 不要再做 哎呀我要成圣成什么啊 所以真的讲 你 你体悟那自信啊 已经没有什么佛啊 凡啊 圣了没有啊 因为法界就是一个自信嘛 所以你看什么都是佛啊 虚空也是啊 没有一处不是佛体啊 哪里都是佛体啊 都是一心变出来的啊 就好像你晚上在做梦 你梦境里面 你梦没有行 你在找心 你在找什么 你在找我的心在哪里啊 我这是什么 你在梦境没有行 对不对 你要找佛啊 那些心就比是佛来讲了 对不对 你要找我的心在哪里啊 你梦没有行 一醒过来全体得到心 是不是 所以你悟了这个自信 他整个都是你一心 那一心就是佛嘛 就这么简单 一心就是真如嘛 真如就是法身嘛 所以为什么如来叫法身常住 为什么叫如来常住 就是道理啊 整个一心 司法界浩瀚啊 司法界 地水弘空根寺 文六六十八十八界 都是一心 以一心为体 以空性为体 所以一切法界都是佛 但到了绝代的这个境界 没有佛法的差别啦 所以呢 不需要除妄也不去求真理 这随顺皆内心 自生自嫌自己的应用 多自然啊 多自在啊 了解我所说的意思吧 要透过修行啊 真的 没有透过修行 所以大圣佛法的资良很重要啊 真的 我这三四十年来没有白走了 真的 我觉得 所以我说什么讲 我过去生真的是信托三袍 你看我 我是四月赚到第一桶金 我就做佛教 我几乎把我一生都奉献在佛教啊 强帝马叔你们知道 他是吉兰国师啊 这个人啊 我遇到人他是出家人啊 他是很有情的这种人 很厚道的一个出家人啊 因为他 来台湾啊 我就是 他有什么困难找我 我都帮他处理 就是这样而已 他自己很会发展啊 他自己很厉害啊 他发展现在要成立一个佛学院 他是西兰国师耶 他每一次回去西兰 回来台湾一定来找我 把他的 哇那学校盖的怎么来跟我讲 然后带个什么东西啊 我觉得他很厚道 不会说过了就忘掉了你 不会 死死都想到你 然后碰到人就说 你问他去西兰国 他绝对说 哎呀都是讲基士帮我忙 有没有 你们不相信啊 他一定是这样讲 都说哎呀都是你自己的辛苦 怎么老是推到我这儿来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所以一个厚道能够成为一代国师 是有他的道理的 厚道很重要 学生人要厚道 没有厚道很难 你知道 西兰国 那我对他很客气啊 他就说哎呀哎呀 你是法师啊 出家人啊 哎呀什么 他在讲基士帮你不要这么讲 我看你就跟我一样 你看起来 你是穿着在家人的衣服的出家人而已 他就这样跟我讲 你知道吗 真的 真的 我赚了一桶金以后第一桶金 我就做道场 一直在通生这样 一直到人去一直做好 一生都这样在做 包括我在对不对 我对不对 因你要做父子正法的道场 所以得罪朋友啊 你不能随顺人情啊 不能随便把佛法做人情啊 所以你批评我都不怕的 我问心无愧嘛 你去批评好了 真的 啊 我到最后还有那个 你们上次以前那 圆基那个罚账坛林那一户房子 那一户房子 那那一户房子 因为我那年的名字去申请农舍的嘛 因为那时候我那年刚好不逃楼 对不对 他提委会主委没有当了就不逃楼 所以他刚好去登记农民 那时候登记农民很容易啊 哇现在很不容易啊 现在要有什么几年交货 到要申请农舍要有农民的身份 你要到农会去提货交货去买种子 什么有些证明才可以正式有农业出入 买卖的这个纪录才可以 以前啊 第一张雷啊 我叫了那人带个草莉拿个出头 啊 这样找个想的农民农民 啊对不对 就申请农舍 所以出来一个 那时候出了一个报纸 但是农舍登记要五年才可以过府啊 五年以后啊 五年以后啊 啊过去农会不行 啊过去农会其他董事 他已经有农舍 就是我们元气的部分 那我现在好不容易找到 先让过去民心法师 建制法师 那也是我们董事 他底下要成为法商难若 我先来 啊 否则还有一个东西挂在我们身上 我心里很 很乖啊 是不是 是不是 因为这个将来有些问题 我现在空空的 很安心 啊 真的 我们就一生投进去 要付出圣法 所以真的要有资良 我深深感觉到啊 你要 菩提到你要有资良 要真正能够再付出圣法 已经不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了 已经不去想这个 就要把佛法做好 我跟你讲 人做事佛菩萨在看 因为我们通生都是一心 通生都是佛提 通生都是如来 这样变现出来 通生都是如来 所以呢 我们在如来的法性里面 你起心动念 他也知道 我们 这个声音像 哈 我们所有的声音像 都是这个 真如本性 怎么能缘起 不对缘起 缘起变成了声音像 这样而已啊 就好像你晚上做梦 就是那一念心缘起变成了梦境 这样而已啊 所以你这个声音像 这个色神相会触法 也是这点如来障妙真如性 不断的缘起变出的色神相会触法 对吧 严老而彼此的声音 见文秀长皆知 也是这如来障妙真如性 才缘起变出来的东西 所以法界只有如来障妙真如性 只有这个东西而已啊 他缘起变出了我们这个 五音六如十二十四十八界 体性都是他 所以你什么事情如来看得清清楚楚啊 你用什么心 你用什么心在做什么事情 你看得清清楚啊 看得清清楚啊 看得清清楚啊 你知道啊 那我们做事情 所以我们一定要说 不必要骗人家 不必要做外面 问心无愧 表里如意 这是最重要的 真正拿你的真心来复制正法 你进步会非常快啊 你如果今天涉及着个人的利害关系 个人的名文利昂 个人的什么利害德式 什么啦 不再看得到 你已经被打折了 所以忘失菩提心 修入善法所以磨叶啊 所以菩提心不能忘掉 菩提心是决心啊 要觉悟啊 要明心见性啊 那是很重要的 所以啊 真的 真的 這三四十年来 哇 現在才开始觉得 哎呀 以前在修入善法 覺得很懊惱 哎呀真的 怎麼看到人家 哇 哇 屎要越做越大 自己越做越矩 人家越来越做了 我們怎麼越來越小風 減失重 人家走起路來都遇風 我們走起了怎麼 蝦骨 蝦蝦 對不對 好像越來越什麼 得到的是 叫你了解思想 叫你了解 宇宙萬法人生的真相 原來他就是真如啊 真的 我是越來越清楚 越來越清楚啊 這個空心的無聲的道理啊 無聲空心的道理 是一次一次清楚啊 是一個月一個月的清楚啊 清楚到最後才會 現在開始轉成對如來慘的 越來越清楚啊 轉成這樣啊 所以 我是跟你講 我不是很根性很利的 一物就百物 沒有 我是一步一步來啊 但是 一定有個好的開始 你不要退失 他會不斷的現前 不斷的現前 所以我在講什麼呢 我坐在 我告訴你 我是坐在 講桌上講的 我是在講金 講桌上 我這麼大膽的講 你砍我敢打妄語嗎 你們想想看 我敢打妄語 我是對你們公開講的咧 你就要知道 你沒有腳踏實踐去做啊 你怎麼 怎麼會有果啊 沒有修音怎麼會有果啊 佛法講緣起啊 你要有出書法 佛爭是從緣起啊 這很重要的啊 今天已經講到了正道歌啊 前面是講 對不對 前面不是講正道 前面是講 慘終極講修音 現在講正果 我把正果 沒有真個腳踏實地的真個 你哪有真正的什麼果 你只是一堆理論啊 一堆言說啦 那無際於是 你的心還是妄想一大堆 還是煩惱一大堆 有際於是嗎 你靜靜的下來嗎 你坐下來 你們要定會等詞 這都是真剛夫 真功夫 你不能騙人啊 對不對 這都是真剛夫 你坐坐看 這都沒辦法定會等 極靜定會 定會等詞啊 再用功 然後就會入中道啊 這很重要啊 所以 不處妄想 不求真 這樣 階級知道這個意思嗎 一個真朋友啊 真就是follow啊 你不必求啊 他一接觸就要明白 明白就是要該怎麼做 那是真啊 那不是妄想 那是四字菩提 那是follow啊 妄想一坐那裡 哎呀 這個 我什麼時候發財啊 我什麼時候要怎樣 我什麼時候 會要當總統啊 那就打妄想 胡思亂想 對不對 哎呀 這個這個 這個這個 我什麼時候 整天都在想過去 現在未來 那個妄想 所以是不是妄想 是不是智慧 這很清楚啊 所以不處妄想 不求尊 為什麼妄想本無啊 真本有啊 真是空極的 但是他一言會獻四字菩提啊 那四字菩提 就六祖慧能大師所說的 見物心肅起 那不是妄想 那是了了知無所知 了了見無所見 那是剝弱智慧啊 無明時性 即佛性 幻化空生即法生啊 這無明時性 無明 無明本來沒有啊 那為什麼無明時性即佛性啊 這個時候大家覺得很奇怪了 那無明時性怎麼會佛性 無明的真正的體性是什麼 就是佛性 無明就好像浪 對不對 我問你 浪它的體是什麼 水啊 你想想看 沒有水怎麼有浪啊 對不對 當沒有風的時候浪就變成水啦 你知不知道是不是 但一風吹啦 這水就變成浪了 所以浪的實性就是水性了 無二無別啊 所以無明是什麼 是因為你的佛性不守自信啊 往外攀圓啊 心起心攀圓外進 欸 他就起了浪了 這個浪叫做無明 就這樣而已啊 無明的風洞就起了浪 那 那 那這個 當 你不知道往外 往外圓啊 那恢復了佛性 所以 無明的當體 所以無明本空啊 無明本無啊 這佛性本有的啊 無明本無啊 這是因為你不守自信 起心攀圓 好了 起了浪了 這個浪叫做無明啊 就這樣而已啊 這個浪叫做無明啊 那吹起了 那浪 是什麼項 高低項 有高低項 所以無明就是生滅嘛 無明啊 無明就是生滅項啊 所以你看我們 這個 維樹學講 我們這種子起現形 現形新種子 這八四五十一新手 這生滅項 啊 一秒鐘有二十一萬六千次的開合 對不對 生滅生滅生滅 一秒鐘有二十一萬六千次開合 那如果是啊 從大聖佛法的角度來講啊 根本無明那個 那個生相無明的生滅相 這一秒鐘是幾兆的啊 那是更為戲啊 所以有的 留住 啊 像生滅跟留住生滅 像生滅 啊 這個大 這個 念起阿巴多羅寶經裡面 講我們這個 八四心裡面有 像生滅跟留住生滅 留住生滅就根本無明的生滅 那更為戲 那像生滅 一秒鐘有六千次的生滅相啊 浪就是生滅啊 是不是 浪高高低低的生滅啊 那個 那個 根本無明的生相是很細很細非常細 就是一種類似一種震動很細啊 啊 所以 你沒有 沒有 這個決心 有什麼 是什麼東西在生 在生滅在震動 沒有啊 就是那個 你起心攀緣 那一年生相無明 它動起來了 那動起來了 又 又 三七相又進階文長六粗 好啦 像生滅又更動了 從這個留住生滅又產生了像生滅 就更大了 更粗啦 那這些生滅的像 沒有這些 佛性 他哪有這個題啦 就好像沒有海水 我們那個 柏油路面上 你哪裡看到有什麼 那個浪 沒有啊 因為他沒有水啊 所以啊 無明的實性就是佛性啊 你知道嗎 說無明本空啊 六成非有啊 所以我為什麼要不斷的跟大家講 跟大家說明這空性 因為我講的空性就是 就真如實觀嘛 就告訴你真相 為什麼天台講的叫做 一時境界 就是諸法實相 告訴你萬法的真相 就是在一心的山地裡 一心的空地 就是空如來障 空如來障 如來的寶障 空如來障 因為他一念心動了 所以變成如來障四障 如果他心念不動 叫如來障 妙真如性 那其實體性都叫如來障 只是為了分別動與不動的差別 不動叫做如來障 妙真如性 動了叫如來障四障 因為他變成生滅相 叫四障 那體性都叫如來障 所以諸法實相就告訴你 這個宇宙萬法就是體性 就是空如來障 這些固體、氣體、液體 這些地、水、火、風、空、根、四 這些三河、大地 這些五陰、六陸、十二、十八障 它的體性就是空如來障 但是這空如來障 你一念不覺心動 他變成了如來障四障 進階委員長六出 他就幻化出司法界三仙諸法 這水的元旗幻化出司法界三仙諸法 這司法界三仙諸法 當底就是如來障 所以這個如來障 前面是體性是空 那現在看的是水的元旗變成油 這個油 好吧 叫做不空如來障 是不是 不空如來障 體性就是如來障 所以空如來障 就是本體界 不空如來障 就是現象界 現象界的本體界 所以本體就是一心 就是如來障 如來障 如來障就是一心嘛 所以眼前這什麼 兩個合在一起 空不空如來障 真空妙有 色空不二 色色想行事 就是空 空就是色色想行事 合起來叫空不空如來障 眼前就是這樣 諸法實際上告訴你真相是這樣 我們在迷什麼啦 所以我們通生就在生命啊 你這個生子也是 但是這個細胞也在生命生命 因為它體性如來障變大 如來障變大 如來障變大 所以它還在變變變 它還在生命 你的心也在生命生命生命 你說活這個生命相續啊 在生命的過程中 它不斷沿著生老病死 生住異滅在那裡變化 所以從因老一直到老了變化 對不對 變化又會變成空 對不對 但是你那個空 這八四五十一星所的第八四 第八四一出擊馬上又變成了 這個這個中有生 中有生就是異生生嘛 我們異念生出來的中有生 這隨業力千零 問班待不去 隨業千零 又到其他道去了啦 哪有生死啊 因為行業業力給你變出這個境界啊 當你在那個境界的時候 當我們現在 你說鬼哪裡有 根本沒看到 你說天上 你住在天上哪裡有 根本看不到 對不對 我們看不到啊 當你當然 如果你的業是上品時善 你將來生到天上 你在天上你看到 哇 香水海 西米山 喔 你還覺得通通有 但是你也看到人間都是假的 你看人間都是假的 不是真的 你看我那個兒孫 他這假的 他還在那迷惑顛倒 對不對 你就會感覺他們錯了 你可以看得到 天人有天眼啊 他可以看得到 但是天人又覺得 他那個身子是真的 那我們看不到啊 天人他覺得 他的身子裡面也有皮膚 也有腸胃 他也吃東西 他也像真的一樣 他也一樣啊 你在那一道 你是覺得是真的 我們也看不到 以為是空的 就這樣子而已啊 其實這死法界 這是空不空如來上 他體性都如來上 所以他這一心變出來的夢境 你要瞭解真相啊 天台中就告訴你 就這個真相 那 那 法遠中 法遠中 就法界官 他告訴你法界三官 這法界三見師 法界三官 真空絕相 就空如來上 他真空絕相 但是水里緣起變成了 不空如來上 你是無愛官啊 你這個是啊 對不對 然後呢 空不空如來上 就真 這個周遍寒榮 周遍寒榮啊 意就是一切 所以你就是法界 你這個一心 周遍呢 你是這樣我也一樣 任何一點都是一樣的 因為心沒有大小 心是絕 絕不能分大小 分不開的 一就是一切 一切就是一啊 所以一滴海水 就是全體海水的法位 都是離不開空不空如來上 都是離不開這個實相 所以法遠中 一真法界 這施法界一真法界 一真啊 因為他體現的如來上 就是佛性變現出來的東西啊 所以法破迷開悟啊 要了解真相啊 了解宇宙萬法人生的真相以後啊 你就很容易放下 你不了解是用壓的啊 以生子媚 以滅子生啊 你要了解他無生啊 沒有一件事情是真的有生啊 你就很容易放下啊 那外道認為這一切法從有無二法生 他只好用生滅相去的壓法 啊 以生子媚 以滅子生 壓住啦 壓住最高 才不是回想回想出天 和舍戀親近 滅射歸空 那一般外道就生到無想天 因為他是用壓的 把心扶住而已啊 我不了解他無生啊 佛法告訴你無生啊 所以為什麼叫花開見佛無無生 這個花是表示你修情的陰地啊 你要真正的扶持正法 斷惡修善 扶持正法 培養你福慧的資量 它資量太重要了 沒有資量大聖佛法很難入的啊 很難開悟的啊 不是你讀書 讀書只是理路啊 對不對 它只是理路啊 理路是叫你看到 叫你相應到 不是叫你執著這些理論 這些理論都是第六四的東西啊 摔進難聽點 這些理論都六四的垃圾啊 我告訴你 世出世間法都是垃圾 我告訴你 它目的就是叫你見信而已 叫你找到你真正的本來面目啊 如果你不是這樣 你讀了這個 讀了這個 你不能見信 它變成了什麼手智障 變成了手智障 整天討論 這個理論這麼講 這個理論這麼講 天天討論就有什麼用 你煩惱斷了沒有 你有沒有打妄想 你妄想提了沒有 這都是實在的東西啊 所以佛說 佛講經49年312的時候 究竟說我沒有一個字給你們啊 我就是叫你自己忽然頓悟自信 本自清理緣無煩惱聚衡莎妙得 以諸佛如來平等乎 最後就叫你入這個境界 那以後呢 隨緣任命 遇到了緣 你從心境一接觸就明白明白 就知道該怎麼做啊 所以為什麼六祖廢倫大師他講經是 為了氣理氣疾有數 經反義士來講對不對 常無常義他們反過來講 反而令張行昌 讓字冊比就開悟啊 因為大家再回味一下談經 你就知道啊 所以要知道 經典啊 都是叫你除垢 而不是在討論 所以經典了解的一定要實踐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就始終 就是要择一而入 你真正要去實踐你才能夠入 實踐是最重要 所以精進就是實踐的意思啊 所以啊實踐你才能夠真正 見到了無明實性即佛性 那幻化空生即法生啊 你知道啊 因為我在講 我們這個身子 它全體都如來臟 全體都如來臟 所以不僅僅你這幻化空生即法生 坐著雨子 本頓虛空 日夜行程 山河大地 全體都發生 沒有一處不是發生 都是啊 都它變出來的 就好像晚上做夢 你夢沒有醒你夢到很大的夢 夢中有山河大地 日夜星塵 還有張山里士王武 足物 動物 礦物 還有這個河流 還有山川大海等等 好大的一個夢境 上面還有輪船 還有什麼什麼飛機 還有什麼通通有 你有夢做得很大 我告訴你 那麼大的境界都是什麼 都是什麼 都是心啊 都是第六師啊 全都是心啊 我告訴你 這是一心變出來的東西啊 這五音六祿十八祭 十八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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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一心的變出來的東西 只是你無明沒有破 你這個夢沒有醒啊 你還真的以為有這些東西的存在 其實這些東西都是一心啊 因為我們有業力變出這個一心的 一心變出我們人間法界的幻境而已啊 你在天上法界 一心變出天上法界的幻境而已啊 它體現的一心啊 所以不僅僅我們這五音混聲是法聲啊 浩瀚的宇宙全體就是法聲 所以叫法聲騙你切出 因為一切物質它不是真的 真有的就是法聲 真有的就是空性 宇宙真有的一件事情就是空性 所以宇宙就一法之手印 這一法就是空性 沒有一法不是空性 那我們現在變成 變成我們眼前就是看到的固體 液體 氣體 山頭 大地 植物 動物 礦物 我們只能夠講這一念空性 無盡的緣起 變出了我們現在的山頭大地 入夜心塵等等這些形象 沒有辦法 因為你存在現在的現象 如果我要真正追根究底來講 它根本無聲 它根本就是空性 它根本無聲啊 所以花開見佛物無聲啊 你因成熟的愛啊 見到全體的法聲 它當下就是真如 它永遠都守著真如的位階 所以哪裡有這些東西啊 這些東西當體即空 但是我們沒有辦法 體會到這一點的時候 只好說 它是這個空性的無盡的緣起 變成了這個山河大地 日夜心塵 植物 動物 礦物 是它緣起 無盡的緣起變出來 這個沒有辦法 為了讓你了解 如果你了解的話 對不對 那就是瘦瘦想形式 就是空 空就是瘦瘦想形式 那就是法聲 就是真如 所以法界真如是一項 只有一項 這一項的如來藏妙真如性 就只有這個東西啊 所以不僅僅幻化空生計法聲啊 五音六路收出十八劑 日夜心塵 山河大地 死法界三天主啊 通通的都法聲 通通的真如 通通的一心 知道我所說的意思嗎 真的就是這樣 你多欣喜啊 多欣喜啊 多欣喜你對空性會 越來越清楚 越看越清楚啊 那越看越清楚 那眼前這些經界 明明是有什麼 眼前的經界 既空既假既中 沒有一法不是既空既假既中 它當下就是這樣 它既空 就一心 離 離體 本體界 既假 遠體既假 現象界 既中 本體就是現象 如就是事 事就是如 所以一切萬法都是如是 如是而已啊 所以以後你說 這什麼 如是而已 這什麼 以後說 哎呀 那你難道只有一個如是而已 說是啊 我內心只有如是而已啊 但你要我怎麼講 你要講什麼 茶杯好 我就順你意思 這叫茶杯 這叫麥克風 順你 隨順眾生的分別 而你內心只有一切法 都如是兩個字而已啊 你看這多輕鬆啊 對不對 這多好輕鬆啊 所以啊 幻化空生即法生 法生絕了無一物 法生空即啊 就是一心嘛 盡智雙明能所雙 雙亡這個空性啊 這虛靈不滅的空性啊 這才是你真正的自己啊 這空性是絕了一切法 它空性的虛靈不滅的絕性啊 所以為什麼 知之一智 是眾妙之門啊 這個知就是絕啊 但它沒有不利能知所知的知啊 是絕代的真知啊 但是如果你利能知所知 那這個知叫什麼 知之一智是眾厚之門啊 這是一念不絕深山氣 一進就恩掌溜出的眾厚之門啊 所以我們靈絕性就是這個知啊 知覺知性啊 所以我在講 如果我們哪一天我們就死法界 一切有情 大家都同破不明 那回到一個這個絕知 只有一個 悉靈不滅的空性的絕知 只有一個知 靈絕的知 沒有能知所知的靈絕 靈絕 靈絕性 空性的東西 就好像我們夢醒過來 只有那個歷六世的分別那個知 這樣而已 知 這個知一念就是永恒 一個知 這一直知下去就是永恒的知 永恒 所以根本沒有 一分兩分三分一個小時 一年沒有它就是永恒 永恒跟剎那完全一樣 沒有差別就是知 就是知 而且永遠就一種平懷閩南至近 閩相待能所斷場有無 一種平懷閩南至 永遠宇宙真有這什麼東西 那就是我們人人的本來面目啊 都是這樣而已啊 但是因為一念不絕深山氣 經節永遠長六處 哇過人的 無敏業力也不一樣 見識無敏也不一樣 造作也不一樣 好啦這個知 就行內發現了 變成實法界三千諸法 這實法界上 本來是個靈絕 變成實法界三千諸法出來了 那本來只有靈絕的知 只有一個知之而已 那知就是它的本性嘛 它的本性就是知嘛 那這個知本性的知 這個如來藏的知 它已經變出啊 這實法界三千諸法 嘿 這個知就有內容啦 本來只有一個知嘛 這個知它的內容 就變成三明六通 十力十八不共法 四字補體 四無愛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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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思無愛 它變成這麼大的本事就出來了 所以現在諸佛菩薩 有這麼大的本事 因為什麼 這個知已經變現出 這實法界三千諸法 那本來這個靈絲 這個靈絲就變成有那麼多的內容 三明六通 十力十八不共法 四字補體四五位 這不太能夠遊歷法界 這些智慧就是本資 知本有 絕本有的 這個絕變出來的 所以這個如法界 三千諸法 這個浩漢的宇宙 一切有情 大家都 都破無名了 回復了這個靈絲啦 那不 三明六通 十力十八不共法 四字補體四五位都沒有啦 又回到了一個知 不過其他不需要了 因為法界既真乳 沒有其他法界只有一個真乳 只有一個絕性而已 它沒有大小 只有一個靈絕性 絕代的靈絕 所以佛徒講 天上天下唯有獨尊 就是這個靈絕性 法界它變出來啦 就像我們第六四 可以變多少夢 變好夢 變壞夢 變什麼夢 變了一大堆的夢 第六四這個靈 一個枝而已 所以宇宙當體即空 這空性要理解 你才放得下 空間不理解 對不對 那只好用壓的 所以要知道這個道理 幻化空生即法生 法生絕啦無一物 真的 這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啊 近法界你看了有這麼多 深的萬象零零種種 它那當體是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它是空性的生命象而已啊 所以現在物質科學下來證明 世界沒有物質的存在 它是一個生命的象 一個振動的象 我們看到這些物質啊 都是一個懸火輪的動向 所以我們的房子 你看我們的房子 我們的房子是什麼 鋼筋 水泥 石頭 對不對 最重要就是這樣啊 那個鋼筋 你看那個鋼筋一條一條 它的鋼筋為什麼形成一條一條 因為它裡面 這支子 中子 電子 轉轉轉變成原子 原子轉轉轉變成分子 分子裡面都是在轉轉轉轉 那生命這樣動動動 在那裡波動 那個能量就是這樣轉 像原子 資子 中子這樣轉 所以整條鋼筋都是在那裡動 結果它動得太快的感覺才有一條 那我們身上的皮膚 所有皮膚的細胞也是這樣在生命動動動 太快的動你就會感覺它好像一個面 就像如果是一個繩子 一個繩子它轉了一秒鐘一萬次 你一碰就哎呦這是一個面對不對 其實它只是一條線這樣在轉而已 所以我們鋼筋也好 石頭也好 混凝土也好 任何的植物 任何這些你看的這些固體 這些有形象的東西 其實它就是生命相距的動 所以佛頭告訴我們 這些東西像個懸火輪一樣 它你看起來一個輪 它其實只是一點一點的接續下來 所以你看起來我們這些物質 其實它就是生命這樣一轉一轉 把它轉成變成這個樣子 你身上每一個細胞都在生命生命生命 所以前面的生命跟後面的生命中間有點變化了 所以我們不斷的老化 不斷的老化 不斷的變化 從幼童 今天幼童跟昨天的又變化一點 昨天呢 今天跟明天又不一樣 一直到我們老 每天都在變化 時時刻刻都在變化 你知道所以一切就是無常了 一直都在變化 因為這世間它是生命相距接起來的一個幻境而已 所以科學家也告訴我們 世間沒有物質的存在 物質的不存在 色身那個香味處 它根本更是不存在 它只是一種 哎 波動的 它變成那個緣起的 對我們聞的是某種味道 這樣而已 這世間真的是空氣啊 本來無一物啊 何處而塵埃啊 本來這個東西是心形除面 原意道斷的空性變出來的 啊 所以啊 法身絕了無一物啊 本願自信天真佛啊 喔 這個法身就是天真佛啊 所以我跟你講 南傳說 宇宙間只有一佛 哎 講對了 真的是這樣 宇宙間只有一佛 只有一佛 為什麼 淨法界就是一個法身 淨西空騙法界就是一個法身 一切十方三世佛同共這個淨西空騙法界 這個法身的本體啊 這如來藏妙真如性 只有一個絕代的 天上天下唯有獨尊 只有一個絕代的 就好像這個長江黃河啊 什麼什麼河 通通流到大海 哎 只有一個海 只有一個而已啊 所以淨法界 為什麼叫一真法界 一真法界 這一真法界就是一佛 絕代的一佛 絕代的一佛 所以一切佛 大家的同陣 同入這個一真法界 所以我就跟你講 如果你了解的話 你所看到沒有佛 如果一定要有一個名相來講 沒有佛法不是佛 為什麼 它就是法身變出來了 這法身就是一新 就是真如 了解我所說的意思嗎 所以一切都是佛啊 這一切萬法都是佛 所以根本就沒有凡聖的差別啊 因為它一切都是如來藏 變現出來 我們凡叫做如來藏 四藏 那聖的如來藏 妙真如性都是如來藏 同一個體性 所以十法界三千諸法只有一個佛體啊 只有一個佛體啊 所以本源自信天真佛啊 我們的本源自信是天真佛啊 所以啊 為什麼當你污名前斷鏡的時候 就看到一切有情無情都是自己一個體性啊 這就是自己一個體性 分不開的 所以佛看到我們就 你就是我 我就是你啊 但是我也不是你 你不是我啊 為什麼呢 本體上是一樣啊 但是過人的迷惑的因緣不同 公修公德 婆修婆德 佛正的自信 自在無愛 我們是迷了自信 但是體性是自信 我們變成八宿的心所 我們就隨夜遷留受暴 受苦難啊 但是體性完全一樣啊 所以明心 你心乾淨了 擦乾淨了 心就明了 因為它本來就急躁 這本來就明了 那見性你再看到真相啊 看這法界就是一相 就是法神變出來啦 這法神就是你今天內心性變出來 但因為我們現在有心性的我法二職啊 又分別妄想 所以有個限制啊 所以我們今天的心性 你能夠體會到你 六根對六層所限的六四 這個都是你自己的一心啊 你覺得你現在有的正暴身心 意暴身心 這也是你自己的一心啊 我們現在的一心範圍有距離 因為我們還沒有破我法二職 所以你的一心變現的距離有限 但你斷了劍之後 你這一年一心就是一個三千大千世界喔 那二聖不行啊 二聖雖然斷劍之後 因為他有法職啊 他沒有劍性啊 大聖是從先誤本心了解這個真相以後來修行啊 所以他的一心變成一個三千大千世界啊 那如果你破了根本無明 這一心變成了 破一瓶變成了一百個三千大千世界啊 破兩瓶變成一千個三千大千世界啊 到了十地 這一心變成了 嘿 靜虛空變啊 解作出自己一心的經體啊 所以雖然是阿羅漢啊 他呢 他可以破劍之後 他也一樣可以看到一個三千大千世界啊 但嘿 他沒有劍性啊 因為他覺得三界如何宅啊 這苦啊 苦空無常 無耳無肉無盡啊 他雖然心是明的啊 他把劍師管老擦掉了 心是明 可以相信自己的知見啊 但是他沒有劍性啊 他覺得三界如何宅啊 劍性制的三界就是實相了 三界的一心的心體啊 哪有什麼分別 淨法界只有這個體性 哪有什麼分別啊 阿羅漢沒有劍性的啊 但大聖菩薩他在修行的位階賽 在觀行祭的後衛 這個修六度行的時候 他已經了解這個真相 這萬法的真相他已經理解了啊 他就是自己的一心啊 所以雖然是我們現在對這個道理很清楚 但是你不是把劍師後斷了 你還是沒有斷啊 但是呢你修行就好容易修了 修行就開始容易 因為你知道他是空的東西啊 你要來 你要來 你來浮煩惱就容易多了 你不需要跟他對抗嘛 你這抗什麼啊 整個都是自己在整自己啊 何必呢 沒有一法不是自己的體性 自己的自信變現出來的東西啊 所以你修行就容易多了 所以悟後斷修就容易修啊 那你不悟的話 你就恩施跟他對抗的很辛苦啊 悟後斷修是用智慧觀照 雖然你現在智慧觀照不是出事法的剝弱啊 但是你是相似剝弱 是世間剝弱 但是你有觀照的力量啊 能夠觀照理想 因為你知道這無聲 這都是空性變的 啊 了解我的意思吧 所以啊 本人自信天真佛啊 五陰浮雲空去來啊 這五陰啊 受受想盡這五陰啊 這五陰當體就是你見面的決心 見面的決心 一念不決心動 好了 見到了 立能鎖 那就色陰跑出來了 本來是急咬咬咬急 寥寥分明 自饒不見聽了不穩 聽了不穩 不立相待能鎖的 那不立相待能鎖 這是因為我們已經立了相待能鎖 所以我才來講不立相待能鎖 所以立與不立接立的 這才是真正的不立相待能鎖 所以為什麼叫寥寥見能鎖 無所見 因為他立與不立都立了 因為一般我們跟層接觸一定是立相待能鎖 所以為了破理立相待能鎖 所以來講不立相待能鎖 如果你還有不立相待能鎖 你已經立了 為什麼 因為你又躲在另外一邊了 所以要什麼呢 立與不立 是一樣 就像鏡子 扶來扶現 漢來漢見 而他沒有所謂立與不立的問題 他法性就是這個樣子 鏡子的造性就是這樣 你用自信就是這樣 他自然一接觸就明白 明白就知道該怎麼做 犯罪一句話說 你絕對不會去往外攀緣 不會去一元立能鎖 那一元立能鎖 那一立就色陰就跑出來了 了解這個意思嗎 這色陰就跑出來了 色陰一跑出來了 第二 那速度非常快 淋啊 這個好 這個壞 淋啊 就跑出來了 淋啊 那就受陰就跑出來了 立能鎖 你看 色陰力 受陰就有了 受陰有了 了別就有了 哎 這個怎麼樣 這個境界好啊 這個境界不好啊 好壞沒愁啊 喜樂啊 苦樂憂喜啊 等等這個 這種了別性就有了 了解嗎 想陰 想陰就了別 馬上就有了 了別了以後呢 馬上千流了 啊 開始起心千流 起心攀緣了 啊 這個好啊 這個不好啊 起心思維啦 思維造作啦 神力思啊 決定思啊 動發盛思 發動身口意造作了 好了 行陰千流 由思想的千流變成 發動身口意去造作了 這一造作 世音就有了 有了夜視了 你的夜視 以後遇到這個境界 種子起現形 現形的心種子 根本不需要再立色縮響心的 一下就 一下就馬上習氣就現前了 有了世音了 所以那個世音從哪裡來 就是那一念 一念不覺心動跑出來的 一念不覺心動起心 一造造一攀緣 社音馬上立出來 立相待能所 所以我們講不立相待能所 是叫你破立相待能所 不是叫你不立啊 你不立還是立啊 所以你說無我還是有我啊 你這樣了解說一下 所以你說 隨身法性 他自身自前 法性本覺嘛 他本覺本有 你順他就好了 一接觸 順了不要攀緣 啊 寥寥不明就好了 因為他本身具有智慧啊 所以為什麼達摩祖師 他提本空極而靜至廟緣 為什麼字還要前面加個靜 因為他不立相待能所的 他寥寥分明 像靜子 急而常照 照而常急 所以叫做靜至這個靜子 在這個道理啊 他廟緣啊 這廟緣一接觸就明白 明白就知道該怎麼做 他不立相待能所 一立即經攀緣 社音 馬上第二個就靈那 社音 第三個了別 響音 第四個 千有造作 造作了以後 四隱就有了 他本來就是一念決心啊 就像平靜的大海 這麼一念不決心動 浪生出來了 一浪接一浪 到了四隱生出來 那個浪就很大啦 變成浪啦 以後就有息氣啦 所以五隱浮隱空去來啊 他沒有啊 他是以本決心而有的 沒有本決哪有這個浪啊 沒有海水哪有浪啊 那海水本來不會起浪 是因為風吹的 那本來我們的佛心也不會起浪 因為你不守自信 往外去圓啊 越迷越深 跑出來 身見我知法知啊 還好佛陀來跟我們講破 所以講這三藏十二部經典啊 叫我們儲夠啊 這三藏十二部經典 這是六四的東西啊 用三藏十二部經典來破除我們的世間法 所以世間法是執著 出世間法也是執著啊 所以佛說我不已經沒有一個字給你啊 我只是叫你忽然頓入自信 本自清廉原的煩惱 聚恒沙妙德 以諸佛如來平等無二 所以你能不能廣協那麼多的道理做什麼 但是你為了普渡眾生你成就了以後 你去理解 教法眾生 你看像我們禪師啊 杜順和尚啊 他也是一樣 禪師啊 他開悟了以後他讀經典了 讀了以後他取法階金 設立法界三觀 所以我們法階金以後 法階中 法階中嘛 就玄所中 法階中 你看在法界三觀 有六項十玄啊 啊這個這個 等等這些 這些關照啊 他有他的意義他的關心啊 就誤了本性 你以後從這裡告訴你 怎麼足夠怎麼修行 那我們智澤大師 他用天台 他用他創天台宗 天台宗 那個智澤大師很客氣啊 其實智澤大師 他是真正天台宗 創立這個天台的教官啊 但是他是以他 他是三主 他二子是會師禪師 初子是會文禪師 他們都是禪師啊 通通是禪師耶 他們從天台裡面 從那個法階金裡面 其他修行的方法 所以這個這個這個 天台宗的祖書也都是禪師 他誤了以後從這裡 我們自己看不知道怎麼修行 所以沒有一門深處的教學 沒有人幫我們 把這個修學的要領講出來啊 我們看到這部經典說 唉唷這經典講得很好啊 好算很好但是我不知道怎麼修 唉唷大師就是本來 歸類怎麼修 怎麼修子官 怎麼用功來斷煩惱 等到你證悟了以後啊 你不能再有所依靠 世間法不能依靠 初世間法也不能依靠 要恢復你清淨無然 無所依止的本心啊 所以世間法不能依靠啊 初世間法你有依靠的初世間法的終關 那是鄧宗佛信啊是全教菩薩啊 到法身大事就沒有依靠了 完全是隨順法進的 法信才是真理啊 了解我說的意思 那你不懂這樣 拼命研究道理槍 從研究教理裡面來斷煩惱 那怎麼可能的事情 要起官罩啊離相啊 這用功才是重要的 所以啊 無因浮影空氣來啊 三毒水泡吸出沒啊 這三毒水泡 那既然無因浮影空氣來 那三毒水泡 這五因浮影空氣來 所以五因以後啦 一念不絕心動 本來是隨身法信 一接觸就明白明白 就知道該怎麼做 完全是不會心動的 但是你一念不絕心動了 以後有了射音 有了授音 有了響音 有了行音 有了詩音以後 越迷越深才有了彈珍之三毒出來的 所以這五因浮影本來就沒有了 三毒水泡是建立在五因浮影的上面啊 那當然是虛出沒啊 你知道 所以同樣這件事情 有的人 聽了這句話覺得沒有什麼啊 這句話沒有什麼啊 這就是蠻可愛的啊 那有人覺得受不了 他侮辱了我啦 殺了我的自尊心啦 我受不了啊 欸對不對 同樣一句話喔 有的人受不了 有的人聽了哈哈大笑 我根本沒有什麼 這也沒什麼啊 是不是 他講得很幽默啊 欸 是不是 所以有的人他說 欸 你是白癡啊 他講的真話我看你 好像什麼都沒有感覺 他講那個沒有什麼啊 他講那個沒有什麼 他在罵你啊 他怎麼罵我他沒有啊 他只是說得很幽默而已啊 沒有怎麼樣 每個人感受不一樣 所以每個人的奇蹟不同啊 所以你看有的人啊 他聽了以後只是稍微不高興一點而已 有的人聽了以後沒有什麼嘛 那有的人馬上暴跳如雷 齁喔 好像那個石油碰到了 那個汽油碰到了火柴一樣 碰到了火一樣 砰一下爆炸起來了 所以那個一定要改 那種個性一定要改 那可見那業障很重 那山毒很重 那一聽到什麼 馬上就爆炸起來 這種個性不改啊 那是那是賭三惡道的主因啊 你知道很危險啊 而且他很難積功德啊 因為一陣趁火燒進了功德林啊 所以一念趁心起是百萬帳門開的 所以這個非改不可 所以你有這個個性 很容易激動很容易衝動的個性 非改不可 一定要改 要改 透過懺悔透過什麼都要改 把它改掉 可是他聽了說 還可以稍微忍一忍 不舒服一點 又聽了沒什麼嘛 這個耳朵進去就跑掉了 沒事啊 聲音本來就空的啊 所以我去拎那個內容啊 那你拎那個內容是因為 我了解他的意思 如果他用德文罵我 我就聽不懂啊 就不會 就如如不動不取向 你懂啦 靈啊 瘦瘦想情誓 那出了 三讀出來了 所以三讀是建立在瘦瘦想情誓上面啊 瘦瘦想情誓它是空的啊 它是浪啊 它建立在本覺性上啊 本覺一念不覺心動建立 而本覺才是你真有的東西 這五音三讀都是虛幻的 我們被這虛幻的境界騙了這麼久了 趕快放下啊 放下就解脫了 沒有其他的解脫 放下就沒事了 沒有人殘忽你 是你自己 無死解來把自己殘的情情 現在解人還是細靈 你要了解是這樣 自己要把它放下來 放下來就解脫了啊 所以啊你要記得 道訓大師去參 曾參大師 他求卸托之道 曾參大師 誰傳你啊 沒有人傳啊 沒有人傳求什麼卸托 本來就是卸托 所以那個卸托就是一種平懷閩南致敬 你還有啊我卸托了 那不是真卸托 而你還沒有完全卸托 真卸托在平常心是道 一種平懷閩南致敬 沒有卸托也沒有不卸托 這種安詳自在 平平靜靜的 了解這個意思嗎 所以平安就是福啊 我那種各位啊 真的好啊 平安就是福啊 平又安 平平靜靜 安安詳詳 這就是福 好 我們休息十分鐘 請各位大德分開 永家正道歌 內文第六十二月 第六十二月一二三 第三行 倒數第四個字 正十項無人法 這個地方 請看 六十二月 內文第三行 倒數第四個字 其 正十項無人法 插納滅卻阿鼻葉 前面 這五印浮影空氣來 三毒水泡虛出沒 原來啊 這五印三毒 它沒有體啊 它的體性都是建立在 你這個 你這個 真如自信啊 一念不絕心動 然後進階圓長六出 就越迷越深 而升起的浪 波浪 那五印浮雲那個浪比較小 到三毒的浪就很大 但你了解它原來 這五印三毒 它體性都是真如啊 真如裡面沒有這些東西啊 是你起心攀連才有這些東西啊 所以一起心攀連就 立相待能鎖啊 所以你現在不起心不攀連 這個不起心不攀連 是破你的起心攀連啊 所以當你用 不起心不攀連去破了起心攀連 破了以後不起心不攀連 你放下來了 那就真正離了相待能鎖啦 所以離了相待能鎖 是為了破你著了相待能鎖啊 所以你用 離相待能鎖去破了 你著相待能鎖 如果你內心還有離相待能鎖 那又躲在一邊啊 那不是中道實相啊 那不是正實相啊 那不是正義心啊 因為你還是有非法相的法質在啊 所以為什麼六祖輝能大師在談經裡面講 我們迷啊 用絕來破啊 絕破了迷 那絕破了迷 迷破了不能存絕啊 所以六祖輝能大師說 離迷離絕跡 言下佛道成 用絕去破迷 迷破了絕也不能存在啊 用離相待能鎖去破了相待能鎖 相待能鎖破了離相待能鎖也要放下啊 所以用無違法去破了 有違法有違法 破了還不能存無違法 無違法也要放下來 隨順這一念經才是啊 所以啊 當你真正啊 啊 以絕也破迷迷破了絕也放下來了 以離相待能鎖斷長有無破了 著相待能鎖斷長有無破了以後 離也要放下來 一切放下來 那著正入真正正入了 敬至雙鎖人所雙亡這一念心啊 真正叫見心啊 真正見了本性啊 啊 看到這 宇宙人生萬法原來就是一念自信變現出來 就像夢醒過來的整個境界就是你的心啊 這萬法就是你自己的一心啊 這一心是絕而已啊 就像夢醒過來只有那個了別式啊 那個清清楚楚的了別式 不會說夢醒過來連那個第六世的了別也不見了 醒過來還剩了別 那個夢境變成追憶了 它只是夢境 它是忌空忌甲忌忠 它不是真實的存在啊 所以當你真正誤了五陰福陰空氣來 三讀誰說虛出莫啊 只有本絕本有無明本無這些都沒有了 你誤了本絕本有那就正實相 正了一心啊 真真相 實相怎麼就真相 就宇宙人生萬法的真相 所以實相無相無不相啊 這個真相是無相是一心 就是你虛靈不滅的本心 這本體界是實相無相 本體界無相 這無不相 隨了無盡的緣集 變見是實法界三千諸法的無不相啊 所以呢 實相就是物 哪兩個字 如是就行了嘛 如是這兩個字就是實相 告訴你如相 所以如是兩個字本身就是中道 它的中道 如是 那分開來講 如就是無相 是就是無不相 中間夾個緣起 所以你誤如是就誤緣起 它的緣起 如因為緣起變成是 所以如就是是 是就是如 如與是是一不是二 而緣起性本來就是空的 是一念不絕的謎變出來 謎本空啊 不是有個謎的東西可以拿出來啊 所以 正實相 就誤了這一心 無人我 法界就是這一念如來賬妙真如新 就是你這一念 本來無異物何處而塵埃的這一念 盡至雙鳴能所雙亡 這一念的一心 這一念的一心變出來 這一心 體本空極啊 體制空極啊 哪裡有 他 有也空 是連空也空 是地獄空 他是虛靈不滅的決心 只有他是真的 所以啊 正實相無人法 就 正了實相 破了我法二子 人就是我子 法就是法子 破了我法二子 我法二子 就是相待能所斷藏有無 就是有所利有所見 就是有我我所 那就是我法二子 所以要理我我所啊 我跟我我所 這是個病啊 那我我所是從哪裡來呢 一念不絕心動 有了色音 我我所就出來了 而色音接下來很快的速度 又有了色音 色音又有了了別 色音 色音 色音馬上又 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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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音啊 越迷越深啊 種子起現形 現形新種子 被絕合成 越迷越深 三讀又跟得出來了 所以這個五音三讀 沒有體性啊 是迷變出來的 迷本來沒有體啊 絕本有迷本無啊 是迷變現出來 所以這個迷可以 可以把它破除掉 但是本絕破不掉啊 你把迷破掉 本絕就跑出來了 所以你把風停下來 海水就平靜下來 所以啊 正直像無人法 你看 這法界就是他 那我再舉個比意啊 譬如我們晚上做夢 夢裡面有人有法啦 對不對 裡面有這個五音煩惱成啊 有三讀啊 跟人家那起真子啊 你在幻象裡面 因為你夢沒有心 正直像的夢醒過來 因為裡面全都是我自己的心啊 除了我的心以外 沒有其他的東西啊 夢醒過來了 你看 無人法 裡面有沒有我 沒有 裡面有沒有法 沒有 因為夢醒過來 裡面只有的是什麼 只有你第六四的心 其他沒有 而第六四呢 你拿得出來嗎 沒有啊拿不出來 啊 米心了不可得啊 所以我們在那裡煩惱什麼 都是他生出來的 煩惱就是因心想生啊 可是呢 米心卻了不可得啊 你煩惱做什麼啊 所以當你看了我們的世界 一切順利的境界 你關心你的財富 關心你的子女 關心你的什麼 啊 關心你的父母 關心你的親朋 關心你的什麼 那都給他了 你知道嗎 啊 他有問題你幫他處理 他不聽也沒辦法 為什麼 色類過有道 過不相煩惱 他命中有這樣的業力 他跑都跑不掉的 所以我們在健康在好的時候啊 哈 你就要懂得好好珍惜啊 修行啊 所以啊有很多政治人物 被算命 你有皇帝命 你有總統命 或很多人都被算出來有這個命 為什麼最後都沒有 你因沒有修好啊 你照了業了 譬如你本來有皇帝命 如果你常常破銀戒 你怎麼還有皇帝命啊 破掉了破掉了 你本來有什麼命 啊為什麼沒有啦 因為你去 啊 做了 哈 做了 不好的事情啊 我就這樣講比較好 就把你改掉 你求沒有用啊 所以反思要求諸己啊 那條反思信他怎麼樣 他有這個命 他有不能當官 又短命 又沒有兒子什麼一大命 啊算了 以後算了算了 所以他心惠意然 哀莫大於心死 所以他也不打妄想 反正就是這個樣子 喔還被 鷹骨禪師還以為他很了不起啊 對不對 原來他是心死掉了 對不對 後來鷹骨禪師叫他改命啊 你看 他一直照善 你看 兒子也有啦 官也做啦 說明也延長 你本來命這麼好啊 但是為什麼 啊真的 我看的奇怪 每個人 啊他們有什麼皇帝命 有什麼命 後來都沒有 我在想 也許你在從政的過程 或者什麼過程中 有做一些 不是很如理的事情 把自己的命給改掉了 不是他算不準 是因為你自己改了 所以我們可以去給他算命 那個算得很準的 你本來什麼時候會一場大災難 什麼時候會怎麼樣 都沒有 只是流行性感冒傳染而已 對不對 沒有災難感冒而已 對不對 啊你本來會怎麼有什麼 什麼什麼 什麼血光之災 結果就半一半一半 你自己改掉了 不是算命不準 是你改啦 你要知道 所以啊 當你的親朋好友 當你的長輩 或者親你的什麼樣 欠他多做善事啊 培養你的正能量啊 只有正能量能改造你自己啊 所以這正能量是無形的東西啊 如果你一直都是做一些負能量出來 把你本有的東西都推翻掉啊 這很倒楣的事情 你關心有用嗎 你操心有用嗎 沒有啊 有一個人 去問一個大禪師 說禪師啊禪師啊 真的有沒有命運啊 有沒有命運啊 就說有啊 在哪裡 那禪師就說 手拿過來 嗯 他說這條叫生命線 這條叫肆裂線 這條叫愛情線 這條是中和線 這條什麼線 他說 好把它掌握 掌起來 換禪師 問他 命運在哪裡 在哪裡 在你自己的手中啊 我告訴你 看你怎麼造作啊 所以你只要培養 在你身體健康強壯的時候 要多修福啊 多修福耶 但這個福啊 千萬不要吃福啊 要有福德性啊 你知道 不要想求福報啊 我將來得到什麼 真正你要想要關懷眾生啊 真正想要饒益有情啊 用這樣的心思啊 那個四產天年 布施一塊錢 比我們凡夫戰有所得的心啊 布施一萬塊還要大 為什麼呢 他就用四五樣心啊 慈悲息捨 我們用的是自私自利的心啊 這個一筆是差很多啊 所以真的 色列夠有道 夠不相煩惱 所以我不會去操心這什麼東西 你沒辦法啊 你操心的沒有用啊 他有他的命令 他有他的業力啊 你操心沒有用啊 你操心有用 你就多操心 操心那個沒有 能何必操心嘛 你勸他 要自己修行 自己修 命令在你的手裡頭 不是在生命線 什麼線 不是在線 是在你的雙手啊 所以改造命令 是靠你的正能量 一定要記得 我們這個正能量 不要隨便用 所以那些被算出有什麼命的 命的結果沒有啦 那不是沒有道理的 不是算命線線 什麼鐵板神算 我常常看電視啊 什麼鐵板神算 讓我常常聽 讓我心動一下 想欸我也要去玩看看 開玩笑的 為什麼他算不準 很簡單嘛 所以一定要記得 不要造業 會把自己的好命轉掉 所以啊 這個 正實相無人法 了解真相 哪裡有這些人法 哪裡有相待人所啊 插那滅卻也阿比翼啊 業障本空啊 只有一個 只有一個 提本空 一個急躁的一心啊 虛靈不滅的本性啊 業障本空啊 所以有一句話叫 業障本空將心燦 心盡空時 醉也亡 醉滅心空兩皆無 適者名為真燦 是不是 他們存在什麼地方啊 業障說你自己執著啊 你自己執著啦 既執著就有身見我執法執 好啦那就有受報的身體啦 但你了解根本這五陰本空六成佛有 畢竟無有一法可得 你這個通生都是如來障變現出來的 你的正暴身經一暴世界 這一切萬法都是 一念決心幻現出來的 如就是事 事就是如 本體界的現象界 本體界就是你現在這個 虛靈不滅一念心 現在虛靈不滅的一念心 因為它動了所以改一個名稱 叫做八四五十一心所 而八四五十一心所沒有實體啊 八四十一心所生滅相變出了我法奧子啊 這我法奧子的本性就是真如 就如來這樣空性了 它的佛性 它就是事心是佛 事心做佛 只要你放下萬年 只當它空性放下來了 這一念心立地成佛 略章本空 你悟了這一念心以後啊 大修行人不滅因果 知道我法奧空 以後你碰到英年 煩命在 啊 照宅點消 碰上就煩 碰上了就煩 這不是它不滅因果啦 連六祖慧能大師 碰到他過去生的張秦昌對不對 他就三十兩斤還他 十兩斤 我欠 只欠你 欠你 三十兩是吧 十兩斤 喔 我還給你 我欠你十兩 還給你 我沒有欠你命在 所以你看六祖慧能大師 震了五陰本空 六成揮游 這個佛性 它揮刀三下 一點動都不動的啊 根本砍不動 砍了好像展春風 砍不到什麼東西啊 因為這五陰本空啊 碩碩響形式 記得空 碩碩響形式 它是第一空啊 它幻現出來的 這個法身 五陰幻生即法身 法身空即啊 就一念心啊 如果六祖大師有欠他那命 一定煩命在 一定煩 我就欠你還給你 我相信這中間他一定 不要不要不要 大師你太了不起了 我這個供養你 不行 我欠你了 欠歸欠 下次你再來供養好了 這次你回哪去不行 表示我債已經還給你了 對不對 欠債還債啊 大修行都是這樣啊 所以啊 你看 所以佛法 你真正了解實相 碰那個大善之士 一個英年一個頓多一下成佛 一下開悟了 那張行山他過去是什麼 他沒有出家以前 這殺手耶 那在我們來講這黑道耶 你看 他不是殺普通人 那殺六祖耶 來得了啊 對不對 你看他一下可以 這六祖大師 我欠你三次 十兩黃金今天要來 要來拿人家的命 哎呦 我做了那麼多壞事情 該怎麼辦 趕緊出家懺悔啊 所以 大佛女 研究大佛女 來問六祖慧能大師 六祖大師 一給他開破他 你看 哈 是不是 見佛心 你看他見了 見佛心他做了一首句子啊 他說因守無常心 因為他守了無常心 這個心是無常物啊 對不對 哈 不要隨便攀連啊 佛說有殘性啊 你不了解空啊 你守他幹什麼 你本來的康耶 你守一個虛空幹什麼 所以佛說有殘性 這念心是殘性啊 祂具有智慧得能啊 祂是常樂我盡的 祂具恆莎妙得 是從來不真不減 不生不滅不夠不盡 梗骨梗筋都是這個樣子啊 那因為你迷啊 所以呢 你守這個八四五十一心所的無常心啊 八四五十一心所是沒有實體 實體只有佛性而已啊 八四五十一心所是你不知道 進階級攀連 才把這個佛性變成八四五十一心所啊 所以當你還一年不具足的時候 你當然不要繼續造業嘛 但你現在一年具足的六祖大師告訴你 八四十一心所沒有實體 他那體性就是佛性嘛 那佛性是真常 永遠都是常樂我盡 佛性永遠都是既法生既剝弱既瀉托 永遠都是既體大既象大既用大 所以一切住就明白明白就知道該怎麼做啊 他梗骨梗筋都是這樣啊 所以運手我講 佛說有常性啊 原來這個常性就是真乳啊 就一心啊 不知方便則憂春慈失利啊 所以不知道這是錢方便啊 你也迷得很深的說 你先把這一張 這些業力先鏟除一部分 不知方便憂春慈失利啊 在春天隨便找這個石頭把它當鑽石啊 啊這個 那真的是 我今不施工佛性而先前 六祖大師怎麼樣 一講一下他誤了自信 你看不施工 我沒有真正什麼去用工 因為佛性不是你修來的 它本來就存在 你只是把望放下來的 知道真相望下來的 它跑下來的 不再往外圓它就跑出來的 你一不斷的往外圓 它就一直被蓋到了 被這五陰環繞城蓋住了 它一下放下望遠的它現前 現出來的 所以我今不施工佛性而現前 這真常的佛性啊 集而造造而己啊 它永遠都不生不滅不夠不盡啊 這正暴身心 依暴世界 就它現出來 這整個境界都是它 這一就是一切 所看到的都是 都是它變出來的 它幻現出來 因為你一攀連力的相待能鎖 變成了斷腸也無相待能鎖 然後瘦瘦響形式 一念力能鎖 受音出來 受音出來 想音出來 弦音出來 事音出來 然後越迷越深 貪生之出來 所以根本就 誤以為有正暴身心跟依暴世界 原來這正暴身心 依暴世界所現的一心 變出來的 幻現 所以我剛才講 我們體會了這個道理 你體會了這個道理以後 你現在你六根對六層 產生出來這六層 整個都是你一心之物啊 它變現出來的 包括你現在這些固體 液體 氣體 它也是一心之物啊 就像你夢境裡面有固體 液體 氣體 有三合大力 醒過來都是第六層之物啊 是一樣的道理啊 所以啊 你看正式在無人物 刹那滅卻阿彼夜 你看它這樣因手不上 不是 我已經不是說佛性而先前 非師相授以我也無所得 不是老師你給我的 對不對 我也不是又得了一個佛性沒有 因為它本來佛而如是啊 不是我得到誰能得所得啊 所以圓滿菩提歸無所得 不是還有一個佛性的佛性是本 佛性是本 法如是本來具足的啊 本質具足不是能有得不得的問題啊 你去忘了真就顯出來了 所以不是要去得一個真 得到一個真又是名上立名又是無明本啊 所以只是妙器真如啊 原來是這樣啊 法界真如只有妙器而已啊 所以我說啊 我們修學佛法 並不是說一般來講 所以為什麼佛法的教學有障通別人 看這個眾生的更新 有的人啊 所以這個明年人很重要啊 明年人 有的人 他必須先要用你善法來破惡法 啊 這善法啦 什麼三綱五輪啦 什麼什麼這些這些 忠孝仁愛心與和平啊 等等這些善法 來破惡法 那惡法破了以後 還要離善法的相 恢復你自信親近 這個速度就慢了 但是有的人善法 破了惡法 惡法破了 他執著善法不能破 執著善法不能破 那你出不了三界的 但是惡法破了 善法一直執著 你會變成三界聖人 道貌暗然 喔 真的 喔 表裡如意 道貌暗然 依附恭敬 溫良恭敬難 喔 這個很有水準 跟他在一起很不自然 對不對 因為很激勢對不對 那他會變成這樣 那都是善法 人天聖人 這個煩惱執著著了 出不了三界 那是不是一定要從善法破惡法 然後才把善法去掉 不一定 就看人的更性 因為那更性很大力啊 對不對 那一下聽來以後 本來又何處人參呢 哪裡有什麼善惡哪沒有什麼 一下放下來 善惡法一下放出來 四處真法一下頓脫了菩提 無上菩提法出來了 自信出來了 因為自信是本絕本有啊 不是外面的東西啊 你只是把它蓋住而已啊 被惡法善法這些 出事法給它蓋住而已啊 所以那個善根律師 他直下了斷用一佛聖破他 一下頓脫馬上成佛 這怎麼壞 真的就這麼壞 達摩祖書當初就 他來傳就傳這個法 叫指指人心 見性成佛道 所以為什麼達摩祖書來到我們 我們東方的時候 他還沒來以前先派他兩個弟子 一個佛陀 一個耶色 他就講這個 哪有需要這麼多的慈禧 一下頓入成佛道 見性成佛道 因為信本有 信德是圓滿的 不講外學的 你把這些障礙記掉 記掉信德就出來了 我們中國那時候 三大正極成佛道 你這個見性成佛道 這個有問題啊 所以奏請皇上抓他 他逃到了慧元大師那裡 慧元大師那裡是受皇上保護的 不能隨便 軍隊不能隨便進去的 那慧元大師他也是 也是菩薩 他說 我們都講這 修行那三大阿真奇跡啊 那 那 你這個主子人心就見性成佛了 就不用修行了 一下 開閒信德就成佛了 真的有這麼快啊 對不對 對不對 這個佛園 contributed 他開始是這麼慢 這樣快不快 很快對不對 對不對 一體兩面嘛 對不對 這樣快 快很快的時候 這樣快不快 太快了 他發現什麼 原來是一體啊 一個體性啊 然後快快快的穿上 他馬上就講 煩惱祭菩提 我有賣 就這樣 你起心攀連就叫煩惱嘛 你瞭解實相犯在了就叫菩提啊 那既然既無煩惱也無菩提啊 菩提是因為煩惱力的啊 真有的就是你這念決心的體用而已啊 你隨順這念 親近決心的體用就是菩提啊 勉強講這個菩提啊 如果我們用法相名詞來講這波羅德謝托德啊 你知道嗎 就是波羅德謝托德啊 但因為你有煩惱 所以用菩提來破煩惱 煩惱破了 菩提也不能住啊 所以煩惱去菩提 無二無非啊 左相叫做煩惱 理相改名叫做菩提這樣而已啊 只是放下而已啊 左相就是一左相 立香帶人所一立 色音出來了 一立 立了以後色音速度也很快 馬上琳娜色音出來了 琳娜了別馬上有分別響音出來 分別以後馬上起心前流 形音出來了 起心出來照做了 照做了四音流了 四音流了以後 息息越燃越深 三毒出來了 這煩惱就來了 你知道他是空的放下來了 五音三毒少掉了 佛信少不掉了 本絕本有 不了解的人就把他蓋住 壓住了 連佛信都被他壓住了 變成無想定 有體無用 所以啊 剎那罵媚妾阿比喻 本空啊 但是呢 菩薩不滅因果 他將來就去這個因緣 入地益度眾生 有這個因緣 隨這個因緣 隨順的緣集 我們這個八四田中 有六道的因緣都在 心地寒諸種 我們有做了很多的頁禮 在我們心地裡面 但是你瞭解空了以後 剎那媚妾阿比喻 但是這個息息種子在啊 你將來就順了這個息息種子 到六道到哪一道度眾生 所以你知道我們這六道裡面哪一道 菩薩最多你知道 第一道 再來就惡鬼道 越苦的地方 菩薩越多啊 悲心眾啊 那個菩薩到底你不用擔心 法身大是當然的死報徒 因為他就是法性變出來的 就像你夢醒過來的 夢中的鬼很可愛 醒過來的 沒有醒 那個鬼很恐怖 醒過來的那個鬼滿可愛的 對不對 醒過來想 剛才那個鬼長的牙齒那麼長 很可愛對不對 醒過來的夢的鬼都不怕 醒過來的老虎也很可愛 醒過來的鱷魚獅子都很可愛啊 沒有醒就很可怕 對不對 一樣啊 地獄都 菩薩已經醒過來 在死法界的 一心的夢醒過來到地獄 地獄的火焰也很可愛 因為不會熱 那個冰山也很可愛 不會冷 對不對 他都變成了欣賞 像我們還有到漏雞山脈去看那個雪景一樣 都是假的啊 菩薩到哪裡啊 幫助他們 那只是看過人一眼 能力夠了到山後道去 能力不夠了到人間 到天上也都不容易啊 因為不是定義過會迷掉啊 會去跟著天人去遊樂去啊 富貴修道蘭啊 所以藉了我們六道的姻緣 在普入法界回度眾生啊 所以並不是滅切阿敵義 衝著日路偏真涅槃啊 他就利用你 巴士田中這些 黑過去所結的這些 這些姻緣 普入法界 所以萬法皆空 緣起不空 所以佛法廣結善念 所以我常常常說啦 從原教出駐 不要說原教到我們凡夫啦 當然如果講得比較實在一點 從原教出駐 到廟結位這中間 包括我們凡夫都一樣喔 是不依不義的 不依不義 因為我們凡夫還沒有開佛園啊 不能開佛園 但是原教出駐菩薩是開佛園正佛種子啊 但他廟結位的菩薩 不依不義 不是一件事情 不是依 因為呢 二駐可以為出駐說法 同樣是開佛園正佛種子 他成為一切諸佛啦 那為什麼要不依不義呢 他開佛園所以不義 他有佛的智慧 所以不義 他的見地跟佛一樣 只是沒有辦法了解得那麼透徹這樣而已啊 所以不義 但不義為什麼 他還有四十一品無名還沒有斷進啊 智慧不一樣 所以二駐可以為出駐說法 三駐可以二駐說法 行位可以駐為說法 回向位可以為行為說法 登地位可以為回向位說法 智慧不一樣 但是如果到了廟結菩薩呢 大家都四十一品無名斷進啊 沒有不義 只有不義 完全一樣 但不義呢 我不能講完全一樣 為什麼 過去的怨不一樣 結的緣不一樣 所以你都是幻境 都是一心的幻境啊 但是菩薩的緣不一樣 比如說觀音菩薩他還是廟結位啊 但是我們說佛世界南瞻不出燒不出 跟觀音菩薩遠很深啊 對不對 你看他日光菩薩 月光菩薩也是等絕菩薩啊 是不是 那我們就很少去念他 對不對 我們知道有這兩位大人物 叫月光菩薩還有日光菩薩 對不對 他是在藥書佛旁邊啊 不過我們也不深啊 我們觀音菩薩唸起來好親切 對不對 遠不一樣 但他們境界一樣啊 所以當然廟結位啊 只有 只有 不義 但沒有不義 完全一樣 但是不講完全一樣 為什麼 過去怨不同 結的緣不一樣 你觀音菩薩跟阿彌陀佛有沒有一樣 他們只有不義 沒有不義 不義 但為什麼不能講完全一樣 因為觀音菩薩過去十二願 阿彌陀佛四十八願 過去的歷史不同 就這樣而已啊 其他都一樣 那我們凡乎跟佛阿 也可以講不義不義 因為我們的體性就如來 我們這五陰身是 五陰 就是我們這如來的動向而已啊 他動起來啦 五陰沒有本體阿 做出想情是真如被無名風吹起的起浪而已 身面的浪向 當這個無名風平了 你知道他放下來 他從他的佛性跑出來啦 所以我們跟廟節位也是不義不義啊 但是我們沒有破無名 所以這個 雖然不義不義 但是顯得比較距離比較遠一點 開佛和正佛總是 元出駐菩薩已經在法身大事 他距離近一點而已 但是元教出駐菩薩跟廟節菩薩也是不義不義 乃至我們凡夫六道眾生 跟諸佛出來也是不義不義一樣啊 我們都叫不義不義啊 但是大良廟節位只有不義沒有不義 他完全一樣 但不講完全一樣 因為歷史不一樣 結的這個患 患的因緣不一樣 因緣是患的不是真的啊 就像夢境的境界是患的不是真的 所以佛度中是做夢中佛事啊 水夜道場是幻化中啊 我們來到人間也是這一心 患出了正暴聖經 依暴世界啊 然後來到人間以後 我們在患 患出這些桌子 椅子 墳屋 你不叫患中是患啊 謎中是謎啊 所以我們在謎這些珍寶 這些哎呀 還謎一些名牌 謎這些愛面子 哎呀 真的越謎越深啊 給自己添了好多麻煩啊 當我們繼續修行 空心越來越去路 對不對 這些東西啊 你會變成什麼 做一行 像一行 樂一行 我們今天 我是演一個退休人員的 做一行 退休人 我們來共產園演唱 韓心 我就像個這個樣子 做一行 像一行 可是我現在已經老了 如果我現在是個五十幾歲 我就要去選立法委員 為什麼 因為那個生活很複雜 好好訓練 在裡面就訓練 你看那個電視在響 對不對 你看那個政治人物的腦筋 那麼的思維 所以當你瞭解空心 你這個廣修厚德字啊 你這個智慧是越謀越立啊 你要知道 越應用越立啊 那叫廣字 厚德字 一接觸就明白 明白就知道該怎麼做 這個該怎麼做 隨順眾生的分別而分別 因為你當體知道是真空廟有的境界啊 所以當你誤了以後 你廣接觸這變成智慧啊 這厚德字啊 所以為什麼在原教初術不上 才可以法生大師 才可以做這個大國的國王 做轉輪聖王 因為他才不會迷掉啊 否則那個國王的權勢有多大 很容易就迷掉 他才有這個定力啊 你看他要處理萬機 哇 每天要做好多事情啊 那個文武百官會勾心鬥腳 他就要知道他的心性啊 你看看那個電視人性劇 那個官廷裡面的文化 宮廷文化 鬥來鬥去 那個後宮也在鬥 百官也在鬥 文官也在鬥 武官也在鬥 哇 那個國王好辛苦啊 我們還沒有開幕以前啊 叫你去國王趕快要拒絕 不要不要 太複雜了 我現在看看那個關鍵時刻 因為我本來是想看關鍵時刻那些 報導一些這些 這些世界習慣啊等等這些事 現在都在報政治 但也很好 我聽了他們分析 哎呀 原來這些政治家勾心鬥腳 他的心思好戲啊 他一個動作裡面都有意義 都有含意 他做這個動作目的是為什麼 我以前想都沒想到 原來他這個動作是有意義的 他講這句話是有目的的 他講這句話是有因緣的 他有前因後果故意這樣講 故意怎麼 喔原來 讓我眼界大開啊 對不對 因為我看這個 看這個我不會被他影響啊 對不對 我這個人間是換了個電視哪會是真的 而且我知道這都過有因緣 色列過有道 故不相煩惱 不是你設計可以來的啊 你以為你設計得很好 你命中沒有你得都得不到啊 你強也強不到啊 你要知道啊 是不是這樣 但是他可以讓我們理解 讓我們看到 這世間的擺態 人心的這種勾心鬥腳 人心的這種險惡 讓我越看越清楚 但是呢 我們不會叫害人 所以世間講了一句話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無啊 但你要知道人心是這樣 你才有辦法防啊 你說對不對 所以你要知道空性這個廣學啊 了解了空以後不要再去執著啊 啊 對不對 否則的話你會很執著 看到電視 拍車子甚至把電視摔破 以前那個 對不對 看電視看了兩個夫妻兩個打架 對不對 兩個人姿勢都不一樣 對不對 有沒有看到那個電視 還把電視摔破呢 我不會 我不會 我們是在盤觀的立場 該你的 跑不掉 不該你的 你爭也爭不到 何必用盡心機呢 適可而止啊 但是我們知道 哎 人性是這樣啊 哎呀 那我想到 如果這樣下去 你沒有學佛 你是越迷越深 心是越來越濁啊 但你學來以後啊 你是隨順眾生的分別 你要知道政治的生態 做什麼生態 所以菩薩是做一行像一行 樂一行 他不會在裡面起力還得失啊 所以為什麼 原初做了法身大事 才可以實現大國的國王啊 才可以做這個轉輪聖王啊 因為他定力夠啊 有沒有看到今天 你要說 那你能夠做到了第四天天王 或者是 道立天天主 哇 那幾地菩薩啦 那高地菩薩啊 那如果是你要當那個 大奉天天王 四場的大奉天天王 那要死地菩薩啊 不得了啊 你知道 還有這個境界啊 你要知道那個大奉天王 問佛節育經呢 那位大奉天王就死地菩薩啊 不得了啊 他才有這種智慧來問佛陀啊 才有辦法當機重啊 因為你看 大奉天王啊 那個四場的大奉天王 統領三千大千世界 他才真正的大統領啊 這整個三千大千 意想多啊 你知道 你看他權勢有多大 這個浩瀚的宇宙 一滴水 他都知道 下了雨 有幾滴水 他都能夠算出來 一下就知道 你看他神通有多大 十地菩薩啊 所以我們這個話又講很遠了 對不對 所以 刹那滅去阿彼夜啊 若將妄語狂眾生 至遭拔捨成沙瀉啊 我們想 如果這個阿彼夜 怎麼刹那就可以滅掉 這無音符合怎麼會空氣來 那山竹水泡怎麼會虛出沫 那因為他虛出沫 所以你才有辦法斷啊 如果他真有了 你就沒辦法斷啊 那斷了以後 不是就沒有啊 煩惱即菩提 有沒有問題啊 這貪稱之也是剝弱智慧啊 那心不動啊 所以六祖大師告訴我們 六根皆凍真心不動 那六根皆凍是隨身的法性 自生自嫌 也許你碰到這個因緣 隨身的法性 你不需要思維 我應該用什麼風海來教育他 不需要 他一接觸就明白 明白就知道該怎麼做 也許這種人 他一接觸就知道這個人的根性 呼 你就一拍混蛋 你給我出去 剝弱智慧 對不對 我們凡夫叫煩惱 他是剝弱智慧 為什麼 就必須用這個方法才有辦法斷他 這個方法叫 因你修柔身得度 即現修柔身為其說法 這個生活就是因你甘露火黃身得度 即現甘露火黃身 阿威得度 所以轉貪秤吃成界定慰 所以因切法都是佛法 只要你率性之位大 他都是大道 你知道 那我們現在是真的動心啊 你這個貪秤吃 為什麼我有 唉唷 你搶了我的利害得失了 擠得貪了 擠得秤 擠得吃了 人家不是啊 我是為你好啊 所以那是表演的 但是若有歧視的樣子 那他心是不動的 是絕註象的 絕對不會註啊 說無所註柔身其心啊 所以無所註柔身其心 貪秤之界定會平等無二 世間法只有無上菩提 沒有其他東西啊 沒有善法 沒有惡法 只有無上菩提法 本來一切法都是無上菩提法 都是被我們相對兩端 把它變成了善樂相對在的 了解我所說的意思吧 所以啊 勇家大師 你看他最後 他說 若將妄於狂眾生至遭拔蛇沉沙結啊 他不是只有拔蛇而已啊 那沉沙結都要被拔蛇 唉唷 多恐怖啊 是不是 你看他還發這樣的怨 他證明給你看 我講的句句是實話 勇家大師 他這個話就告訴大家 他講的是絕對真話 是真以則 如以則 實以則 不狂以則 不義則啊 所以他跟大家發誓 我覺得沒有妄於 若將妄於 妄於狂眾生至遭拔蛇沉沙結 好 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 好 時間已經到了啊 好 請最大德 一起合掌 恭念 回向祭 願以此功德 普及一切 我等於眾生 皆共成佛道 неп вос讓廢話 祝贏